女人来抓有外遇的男友 看到他顺着下水道爬下去 你又站住 他二话不说从三楼一跃而下 刚好落在一辆豪车上 这可把车里的富二代吓了一跳 女人扭头看了一眼 继续下去追男友 这下富二代不愿意了 追过去要他陪车 就这样三人在大街上你追我赶 可把富二代累得够强 好不容易追上了女人 结果被他一个过肩摔 把富二代狠狠地摔在地上 疼得他是呲牙咧嘴 惊慌失措的男友 钻进旁边的草堆 女友一看赶紧跟了过去 富二代这才晃晃悠悠地打到 听到草堆里有动物 他赶紧掏出手机拍照 看到两人从里面出来 他想趁机偷偷溜走 你站住 女人走过去一把夺过他手机 输上自己的电话号 这是我电话 你和你的车回头一起算 你不会道歉吗 不会 不会算了 女人离开后 男友撒开脚丫子就跑 女人叫五十一 是名专业的保镖 男人叫猴绝 是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十一回去后找闺蜜诉苦 男友出轨也有可能是我的错 我们在一起三年了 可家到一起见面还不到两个月 原因是父亲不务正业 欠了好多钱 母亲也因此离开了他们 十一这些年一直在替父亲还债 而且现在他年龄越来越大 根本接不到好的单子 他都要崩溃了 接下来还得还上次的修车费 修理费多少钱 猴绝拿出自己的修车单据 要他自己看 三千八 猴绝说车是原装进口 本来我是想找保险公司的 可你非要负责 我只有成全你的心意了 不干嘛给我 还挺痛快 没想到十一只给他六百六十元 这下猴绝不愿意了 可十一现在只有这么多钱 并承诺下个月发了工资就会给 他的行为却让猴绝认为是个碰瓷的骗子 十一立马拿出自己的证件 叫他拍照留证 我要是不赔钱可以告诉我 十一 什么名 他还没拍好那十一把夺过证件 什么脾气 你看现在欠钱的 都是爷 离开后的十一回家里拿东西 却看到门被链子锁伤 透过门缝看到里面的红酒 其实十一这次并不是来找他算账的 而是要拿自己的金牌 男友下的门也不敢开 隔着门缝把金牌递给十一 然后砰的一声关上房门 拿完金牌出来的十一 刚好听到小区门口有人推销房道门 于是心里就有了一个想法 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让工作人员来家里装房道门 屋里的两人听到外面有动静 两人吓得也不敢吱声 只能在沙发上干坐着 工作人员很快装好了房门 十一让他三天后 找一个叫朱大鹏的人来拿尾款 最后把钥匙扔进小区门口的水尸里 却在等公交车时 看到侯爵被人碰刺敲诈 他想拍照刘正却被人打落手机 他一个富二代哪受过这种气 两人一言不合就动手 眼看侯爵不占上风 就要被人打花了脸 十一及时出手帮了他 男人离开前放下狠话 中午十二点五号码头 两人单挑 有一点他来 十一出手帮了他 侯爵非但不感谢 反而责怪他多管闲事 我马上就要赢了 你非得上来掺和一脚 从此刻开始 不要让我再看见你好吗 太好了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俩人下次见面来得这么快 第二天他按规定时间 来到五号码头 身为保镖的十一不放心 也跟了过来 果然有人从背后袭击他 而且还不止一个 两人把他堵到集装箱的中央 就想着神不知鬼不觉干掉十一 结果被十一打得嗷嗷乱叫 女人在送经历文件十一外发现 公司老板被人拿刀挟持 保安和副总马勇很快打来 他通过电话和对方谈条件 对方张嘴就要五百万 否则立马杀了他 可现在公司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现金 十一看急了 拿出自己的证件给马勇看 示意他可以化妆成送水的秘书 目前也只有这个法则 十一以最快的速度 换上秘书的衣服 整理好自己 最后换上高跟鞋 还没来得及进去 后爵疯了式地跑进来 被十一拦住 一个甩手把他扔得圆圆 谁啊 谁啊 进去后他装作很害怕的样子 慢慢地把水递给猴总 我还得吃饮啊 十一也趁机说董事长有心脏病 如果不现在吃药的话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药就在旁边的柜子 十一小心翼翼地靠近柜子 趁歹徒一个不注意 以最快的速度出手 一脚把猴总的椅子踢走 再趁机将歹徒制服 外面的人这才赶进来 事情解决后 十一不声不响地离开 回去的路上他想到老板的话 由于他这次擅自行动 导致他这次的任务 没能按时完成 收到客户的投诉 老板让他回家休息一个月 这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本来他接的单子就不多 休息一个月 他拿什么替父亲还债 这天天他正在锻炼 突然接到老板的电话 到了才发现是上次他救的猴总 猴总点名要给你签工作单 保护他猴公子 三个月 谢谢猴总认可 从上次他被挟持后 他的儿子猴爵 也被人刷油漆威胁 而且还给猴总写了勒索信 他这一把老骨头倒是不害怕 可他的儿子还年轻 必须给他请个保镖 谁让自己是他亲爹呢 于是他就想到了 上次救他的那个女孩 觉得他身手利落 见义勇为 那他的人品肯定也不差 护猴爵的同事还能管教他 于是和马勇立刻来找十一 这个是猴爵的照片 十一一看不就是 让他陪车的那个富二代 不管怎么这总算有单了 于是第二天他就来公司报道 不知情的猴爵一大早来到公司 琳琳啊 给我出来咖啡 看到是十一后他傻眼了 琳琳啊 听到秘书说这是他的新助理 而且还是老爸的意思 他气冲冲找到老爸 要辞退十一 这是老爸好不容易给他找到保镖 怎么可能随了他的意 眼看老爸一直坚定 他只能回过头来劝说十一 要怎么样才能走 每晚合约保护好你 被开除我才不走 猴子你给你多少公司 我给你两倍 你赶紧保护别人去 十一就把他的话当了旁风 这下猴爵也恼了 还就不信了气不走你 于是让十一给他冲杯咖啡 他看了后非要手冲咖啡 结果手冲咖啡好了 他又说水太凉了 十一只好又给他换了一杯热的 可他无论怎么换 一心想赶他走的猴爵就是不满意 本以为用这些招数 可以把十一给弃走 结果他不但没生气 还笑脸相迎 你跟我笑什么 我成为笑 回去的路上他想着 既然硬的步行不如来软了 于是试着和十一说话 你那回跳楼追的那人是谁啊 没谁 你去那任务 男朋友吧 十一不想和他谈这件事 于是他就在那里自言自语 谁要是做了你男朋友也够倒霉的 动不动就得被挨揍 他这车开得好好的 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突然倒在他前面 你个人了 下车 十一下车后 他们张口就要两万块 碰瓷是吧 我就不跟你怎么着 谁碰瓷是吧 抓我领的是吧 结果他们一言不合就动手 十一一看赶紧让侯爵上车 他则留下来对付这几个男人 才三两下就摆平了 回去的路上侯爵只夸他厉害有两下子 厉害 跟你那几个哥们说一下 对不住 部主憋不住要上个厕所 马上到家了 现在上我憋不住了 省一会儿 一路上把他憋得差点没尿了裤子 赶紧去洗手间 从里面出来的他还没来得及找十一算账 又看到家里来了的陌生人 原来是十一为了能更好地保护他 让人来家里安监控的 侯爵说什么也不同意 如果这样的话岂不是一点隐私也没有 隐私懂不懂 还隐私呢 你大声拉完屎 屁股都是我跟你擦的 你有什么隐私啊 奶妈的话他还是要听的 纵使心有不甘也不敢反抗 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 他用刚脱下的臭袜子套在摄像头上 想着半夜偷偷溜出去 没想到却被十一发现 赶紧穿上衣服跟过来 侯爵看到后 你现在已经下班了 可以回去休息了 但保护他是十一的责任 怎么可能让他一个人大半夜出去 原来他这个富二代晚上不睡觉 竟然是出来见他的车友 换妞了 瞎说什么 我先找一次机 我还换个女司机 女司机怎么了 这是赛车冠军 结果遭到对手的挑衅 关锦姐姐 你来给我们打个样子 这油炉车我也没怎么开 一壶小吹牛 十一二话不说上了车 侯爵赶紧给他讲解 怎么起步怎么加油门 十一却让他系好安全带 这个系好 这不系好太危险了 命啊 他才刚把安全带系好 十一脚油门冲出去 把他吓得凹叫 特别是到了S1 十一一番熟练的操作 完美通过了这条赛道 一帮人都鼓掌庆祝 侯爵直接吓傻在车里 这是什么操作 没想到他的保镖这么厉害 回去的路上他埋怨十一 你身为一个保镖 不把自己当成空气 反而站出来 抢我这个雇主的风头 我就可以以这个为理由 去投送你 你可以试试 第二天他终于甩掉十一 来见分开一个月的女友黄月 没想到黄月 却递给他一个结婚请柬 他要和别人结婚 侯爵简直不敢相信 两人才分开一个月 他就和别人结婚了 非要女友给他的说法 怎么就结婚了 什么意思 还有什么好说的 个三好吧 再也别见了 拜拜 黄月却不愿意过多的解释 看着离开的女友 瞬间感觉到头上一片青青草原 他赶紧把这个事告诉好友海星 黄月要结婚了 新郎不是我 海星也很吃惊 他这个堂堂富二代 竟然被这个女人给绿了 然后安慰他不用放在心上 回头我给你介绍一个 能持家会干活的好姑娘 可侯爵咽不下这口气 你就会打电打电 谁把我脸 晚上海星就给他送来黄月的结婚请柬 他拿出没有送出去的戒指 心里就有了一个想法 第二天带着十一和海星来参加黄月的婚礼 一路上十一观察着各个地方 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 没想到侯爵早已说服了主持人 让他作为新娘亲友团的神秘嘉宾 上台致辞 这可把黄月紧张坏了 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样子 我是代表黄月的五十多个前男友 我们的前男友团 来给黄月送上新婚祝 眼看着侯爵拿出大赞戒 还说这是他们五十多个前男友凑钱买的 他的这个行为 激怒了新郎的亲友团 十一一看赶紧上台把侯爵护在身后 海星也在这个时候出来帮忙 十一趁机拉着侯爵离开 怎奈他们人多适中 婚礼现场瞬间乱作一团 这下侯爵可玩嗨了 同时也把十一给忙坏了 拉着他赶紧跑出酒店 经过这么一闹 侯爵的心可舒坦了 黄月的婚礼也黄了 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摊上这么个雇主 十一是一点办法没有 刚好领导打电话来问他这个客户怎么样 我这客户啊 太闹了 领导决定下午做个回访好帮 十一想想办法 没想到他和客户的这些谈话 全被侯爵听到 这不是又背着我说我坏话呢 是吗 教官来回访十一的雇主侯爵 这位先生说 您对五十一的工作非常的满意 不是应该听我的意见吗 终身雇佣呢 终身雇佣 那坑死我什么 就在刚刚教官钱小燕来到侯爵的办公室 把海星误以为她是侯爵 海星竟然对钱小燕一见钟情 想和她多聊会儿也没有解释 还让钱小燕吃她做的午饭 没关系我不饿谢谢 其实钱小燕这次来 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侯爵对十一的工作是否满意 海星就一连串的说 十一不单身手好 而且车也开得好还认真负责 那您真这么认为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都想终于不用她 钱小燕心想 眼前这个侯爵并不像十一口中说的那样难缠 两人聊得也非常愉快 这时候侯爵才和十一过来 十一赶紧给两人做了介绍 钱小燕这才明白 刚才认错了人 钱小燕看向海星 就是这位先生说 你对十一的工作非常满意 还要终身雇佣她们 终身雇佣 人家坑死我什么 没想到她对十一这么大意见 钱小燕想了解一下原因 我能问一下什么原因吗 那原因可太多了 首先她不听指挥 天天跟着我甩都甩不掉 你说气不气人 可这是十一工作分内的事 钱小燕又说你要有什么意见 可以直接和我沟通 能饶死我是吧 是的 这下侯爵来劲了 希望你们能回去对她加强教育 让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好好改正 才刚说完这件事 十一正准备工作呢 妈妈突然出现在这里 妈妈一看她的工作环境 特别满意 就想了解一下 她和客户处的怎么样 十一当然是报喜不报忧 她多大岁数了 你们这个吧 性格怎么样 两人的谈话刚好被侯爵看透 于是走过来打招呼 十一赶紧给两人做了介绍 阿姨阿姨好 你好你好 这年轻阿姨 谢谢夸奖 十一赶紧说和妈妈有事要聊 侯爵离开后 妈妈撑着个脖子看了又看 对侯爵特别满意 有资格做她未来的女婿 确实你别看她表面上吊锱铛 其实真正工作起来也挺认真的 连夜做项目的招标书 以至于累得睡在桌子上 结果在第二天的董事会上 她连夜做的企划书 竟然成了女人的照片 侯爵都猛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老爸更是被她气得都快吐了血 这个儿子什么时候能扶上墙 父亲遣散公司的董事 对她是一顿训斥 无论侯爵怎么说项目做好了 只是电脑被人黑了 父亲就是不相信 我能证明 十一拿出昨天晚上侯爵工作的视频 老爸看了后这才相信 错怪你了 过后侯爵请十一喝咖啡 并亲手给她冲了一杯 并感谢十一今天帮了她 从今天开始 两人的客户关系就上升到友谊的阶段 而老爸也用了别的方法 成功拿下了这次项目的竞标 准备明天开个庆功会 晚上侯爵找到十一 看到她正在敷面膜忍不住好奇 还以为她是个不涂化妆品的女汉子 说完就去十一的衣橱里 帮她挑选衣服 被十一一下子拉开 你干嘛 给我蹭人了 对啊 她伸头往里面看了看 让你男朋友帮你选一选 明天不要穿得太像一个保镖好吗 别给我丢人 那可能会让你失望 侯爵让她尽量穿得光鲜亮丽一点 你要实在做不到的话 那我就穿丑一点配合你 那你把她分点 富二代要女保镖陪她参加宴会 明天不要穿得太像一个保镖好吗 别给我丢人 可她的职业不允许自己太显眼 尽量有一点审美 你要实在做不到的话 那我就穿丑一点配合你 结果第二天侯爵看到她的穿着 在一旁一板一眼地站着 她是歪着头看了又看了 看什么 看你穿成这样我难受 她让十一看看别的女孩 一个个穿着连衣裙花枝招展的 再看看你什么也不敢穿 每天站在一旁像个隐形人似的 可这是工作需要 万一有什么突发状况 行动起来也方便 其实侯爵之所以被人勒索有危险 背后全是马勇的操作 他和公司的财务填敏联手 想要整垮公司 晚宴回来后十一就接到 钱小燕的电话 今天海星特意请她吃饭 可她觉得两人差距太大 根本没可能 但侯爵突然说了这样一句 原来自从海星和钱小燕 初次见面后 海星认定钱小燕 就是她要找的女人 她平淡的生活 立马变得有趣起来 第二天就找到 钱小燕上班的地方 见到钱小燕后 你穿迷台服真帅 说得她怪不好意思 原来她这次来是 特意请钱小燕吃饭的 觉得发信息太草率 想当着她的面邀请 没想到她一口答应了 这让海星相当吃惊 原来请她吃饭这么容易 等海星离开后 钱小燕立马给十一发信息 那个叫海星的来公司找我了 说要请我吃饭 我准备来个一件封号 服务员向她推荐波士顿龙虾 可她却说都吃腻了 今天先不点这个 话刚说完钱小燕就到 她刚要叫过服务员来点餐 又来了两个女生 原来她们是钱小燕特地喊来的两个闺蜜 这下海星也懵圈了 也只能硬着头皮和她们打招呼 她们立马喊来服务员点餐 波士顿龙虾 我要吃鲍鱼 结果把海星不舍地点得全点了 这一刻海星的心在低血 本来是她和钱小燕两个人的约会 结果变成了她和闺蜜的聚餐 这海星哪还吃得下 一个劲地在那喝白开水 趁着去蓄杯水的空档 问服务员这桌消费了多少 服务员看了账单后告诉她 一共是1888元 妈呀 这可是她一个月的生活费 就想让服务员打个折 不用了 那位女士刚刚已经付过了 这下尴尬了 其实人家压根就没想让她掏腰包 而她也没理解到别人的意思 这表明人家根本没有看上她 可她却不那么认为 觉得这次钱小燕出钱请她吃饭 肯定是对她也有点意思 晚上她就给侯爵打电话 就等着祝福给我包红包吧 侯爵还挺羡慕她们 长这么大还没有女人请她吃过饭呢 她赶紧把这个事告诉十一 还先打钥匙半天 可前天就很有意思 不是这样啊 刚好前小燕和十一在通电话 他们两个的事 把侯爵和十一都整糊涂了 可没那么多想功夫管他们 第二天一大早 十一收到侯爵快递 侯爵想到应该是 她给奶妈买的拖鞋 可经过十一仔细检查后 感觉里面并不像是拖鞋 让奶妈不要动快递我来看 当她打开快递后 把奶妈吓得直接坐在地上 原来里面是一只死耗子 和侯爵的照片 经过十一调查了解后 发现这个单号是假的 想到肯定是有人恶作剧 就没当回事 没想到第二天他们逛商场 十一发现有人在偷拍他们 十一告诉侯爵 有人偷拍你 就是上次撞你车的那个人 侯爵正发愁找不到人了 偷拍者竟然光明正大走过来 他侯爵什么时候怕过事 走过去就要删掉他手里的照片 你再动一招 结果被十一一招制服 可这个男人不罢休 又打电话向马永 要了侯爵的手机号 向侯爵发出挑战 这下十一更得寸步不离地保护他 没想到第二天一上班 侯总有事要见十一 临走前他不放心 特意让秘书帮他看着侯爵 如果他出去就赶紧给我打电话 没想到他从办公室出来后 侯爵早已不见了身影 侯爵又收到战书 两人约好去单挑 十一只就是去个洗手间的空档 回来却发现没了侯爵的影子 这下可把他吓坏了 赶紧开车追过去 可才走到半路就接到爸爸出事的电话 突发心脏病需要立即手术 可他现在任务紧急 暂时顾不了出事的爸爸 这边甩掉十一的侯爵 按照约定的时间 来到一栋废弃的楼房 可他在明处 别人在暗处 被人从背后狠狠地打了一棍 随之而来手里的武器也被打落在地 他一个养尊处优的富二代 怎么可能打得过这个小混混 被人一脚踹飞 眼看就要歪倒在钢筋上 还好被及时赶来的十一就下 得亏十一赶来 要不然后果无法想象 小混混早已见识过十一的厉害 也就那么三两下的功夫 十一就把他的两条胳膊全泻了 回去的路上得空给钱小燕打电话 爸爸已经做完手术 没有什么大碍 谢谢啊 我马上过去 去哪儿去啊 这会儿十一也不知道 把他放到哪里才安全 只有戴侯爵先去医院 我不是医院 我没事 我有事 得知十一的爸爸刚在医院抢救完 他不仅埋怨起十一 你爸爸都去抢救了 你还找我去干什么 我先到医院 我现在就得去太平间找你了 到医院后看到爸爸安然无恙 他才想起来问钱小燕 爸爸怎么会突然犯病了 原来是爸爸得知十一和朱大鹏分手 本来是想劝他们和好的 结果看到他身边已有了别的女人 最气人的是 他还说十一变心跟了别人 自己的女儿什么样老爸最清楚了 父亲一气之下突发心脏病 原来这一切都是朱大鹏引起的 还好父亲没什么大碍 而钱小燕把侯爵叫到外面 向他讲述十一这些年的遭遇 他的父亲因为投资被骗 欠下了好多钱 这些年他不停的工作 就是为了替父亲还债 而且这份工作对他来说特别重要 希望不要因为你的任性 让他丢了这份工作 我们公司有规定 不管是什么原因 队员如果被退回 就会记录在案 想重新上岗就难了 钱小燕的这些话 侯爵也全都放在了心上 他知道十一想陪着 刚做完手术的父亲 于是决定今晚留下来 和十一一起陪着生病的爸爸 我去二十五租房 十一没想到这个侯三岁 也会有体贴人的一面 晚上侯爵直接在这里办公 却发现优盘忘带了 想着自己回公司 十一看不放心 赶紧起来和他一起去 可侯爵从没有半夜来过公司 感觉到特别阴森恐怖 就想着吓一下十一 没想到他没有一点反应 谁喝过一下 你这反应都没有 这一声差点没把他吓趴下 拿完东西正准备离开 十一突然听到楼梯口有动静 这下引起了侯爵的好奇心 以为公司遭贼了 他兴奋的一脚踹开房门 原来是马勇和田敏在这里约会呢 可把他们两个人吓得不轻 父亲很快出院了 侯爵还主动帮十一的爸爸铺床 这田小燕的话 起的作用还不小 十一看他笨手笨脚的样子 让他上去陪爸爸聊天就行 他又从爸爸的口中得知 十一除了认识猪大棚外 还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大哥哥 还真是说什么就来什么 第二天正在上班的十一 接到一个电话 蓝旗 我马上出来 我有个朋友过来 我出去一下 原来是一直喜欢十一的蓝旗 拿着五十一朵玫瑰花出现 谢谢啊 这也太不好意思了 跟我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多年未见两人有好多话要聊 看着两人有说有笑的样子 办公室的侯爵坐不住了 干嘛呢 侯爵看到有帅哥给十一送花 而且两人还有说有笑的 这下他可坐不住了 干嘛呢 若无其事来到两人谈话的地方 十一我出去一下 哎 你要去哪 这来朋友了 十一赶紧给两人做了介绍 侯爵假模假样的说 真是不好意思 打得你们聊天啊 拜拜你们先聊着 我等会走 没事没事 我们已经聊完了 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离开前蓝旗 特意叮嘱十一注意身体 这下可把碍眼的人弄走了 十一赶紧问他去哪 其实他哪有什么事 就是看着俩人在那聊天心里难受 回办公室的路上 同事都羡慕有人给十一送这么大衣术花 别人越这么说 侯爵的心里越不好受 回办公室后他给十一打电话 老江好啊 这么明显啊 他不是来回来跟你求复合的吧 人家还没来得及呢 你就出现了 侯爵又问了他要是真向你求婚了 你答应不答应 你要是结婚了我怎么办 你从现在24小时都不可以离开我的视线 十一立刻挂掉电话 不想听他说这些无聊的话 可看到有人给十一送花 侯爵的心里就是不痛快 回家后十一高高兴兴和奶妈插花 这些花五十一朵不多不少刚刚好 他就在一旁搜索五十一朵玫瑰花代表什么意思 然后又搜索蓝旗的个人资料 发现这个蓝旗比之前那个猪大鹏强太多了 奶妈还在一旁不停地夸奖蓝旗 成熟懂事而且你们年龄也合适 关键是给你送了这么好看的玫瑰花 这下侯爵不乐意听了 多少年前我就玩剩的 现在好意思拿出来 可奶妈却说越土的方法越管用 你不老土那你来点羊的 她越是这样说 奶妈就越不听她的 晚上她又发现十一一边看手机一边笑 好奇的她夺过十一的手机 才发现十一在看她大学时和蓝旗的照片 没想到这么久的照片她还留着 听到是蓝旗发来的 她忍不住又说这种套路早已经过时了 也不知怎么了 看到有男生对十一好 她的心里就是不得劲 可她自己呢 却在高档的餐厅请女人吃饭 这个女人高露看到侯爵身边总是跟着个十一 她非常嫉妒 就想着发的想把十一给挤走 于是她趁去洗手间时 把侯爵给她买的项链 递给里面的一个孕妇 然后把包给十一让她帮忙拿一下 十一拿到包后赶紧去有监控的地方站着 拿到项链的孕妇出了洗手间 一溜小跑来到垃圾箱旁边 把伪装好的眼睛和假发 还有她身上的假肚子 全都扔进了垃圾桶 从洗手间里出来的方路 又装模作样的找项链 说她的项链从洗手间里出来后就不见了 十一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个女人立马喊来经理 把刚才的经过复述了一遍 说她的这个包只有十一动过 侯爵却说是不是你自己掉哪儿 赶紧去找找 可这个女人却坚持要报警 还说十一是最大的嫌疑人 你没有证据当众指责我 我可以告你诽谤 警察挨个对他们做了审问 十一的安保公司也接到了投诉电话 现在赵总要把她召回 谁把你投诉了 就是这个女人方路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有什么资格打出电话 可这个女人还一口咬定就是十一干的 目前还没有找到证据 十一就要被调查 上面马上就会派人和十一做交接工作 可侯爵经过这么多天和十一相处 早已适应了十一在她的身边 她不想让十一走 回去的路上一直嚷嚷着不行 奶妈看到十一要离开也是舍不得 还要去公司给十一作证 侯爵站在那里一言不发 看着十一要离开 她的心里难受却又无能为力 只能送给她一个礼物留个念想 十一走后的第二天 她就来到安保公司 要十一再回去她那里工作 可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 十一暂时还不能回去 她只能失望地离开 却在走廊里看到十一在给人做陪练 被每个学员一遍遍摔倒 重复的动作做了一遍又一遍 看着十一疼痛时的表情 她的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直到看到海星出来 一下子把十一摔倒在地 这下她实在忍不了了 跑过去狠狠地踹了海星一脚 紧接着就是一拳 看到喜欢的女孩给那么多人当陪练 她二话不说跑过去 狠狠地踹了海星一脚 接着就是一拳 对着海星劈头盖脸一顿胖揍 钱小燕一看跑过去把她拉开 海星也是逼不得已 都是教官让打的 十一也过来阻止 不准打她知道吗 不可以懂不懂 你们都不行 你们等着 把海星给吓的 看着侯爵离开 她赶紧追过去解释都是误会了 钱小燕看侯爵的这番糙子 这儿心疼你了 十一却什么话也没说 可侯爵的心里苦啊 看着他们一帮人打十一 把十一遍遍摔在地上 她心疼啊 最后看到海星竟然也在这里面 她就气不打意出来 可你还在里面 你什么时候去抱个班 你怎么对她吓得去手 她也决定要抱这个班 看他们谁还敢再对十一动手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就来报名 现在名额已经满了 必须等下期 下期什么时候 半年后 太久了 这么长时间她哪等得了 海星也在一旁求情 能不能通融通融 即便这样也不行 侯爵又想用钱来解决问题 愿意出高出五倍的学费 可人家说这不是学费多少的事 不如你留个联系方式 如果有中途退出的 你就可以顶上来 侯爵一看这个办法可行 那你退了吧 我顶上 这海星怎么会同意呢 我给你拿杯学费 这根本不是钱的事 几天前她来请钱小燕吃饭 并向她表明自己的心意 却被钱小燕明明白白地拒绝 我们两个不合适 一点也不合适 你这么帅 会有好女孩喜欢你的 可她就是不听重点 没想到我在你眼中这么好看 我跟你说了那么多 你专解没用的听对吗 钱小燕一看不愿意 和这种没脑服的人多说话 可她竟然大声向钱小燕表白 小燕 我爱你 转身看到这个散打班在招学员 钱小燕又是教练 为了和钱小燕天天见面好追求她 她忍痛花了三个月的生活费 报名了这个散打班 钱小燕看到她后也很吃惊 为了让海星知难而退 她第一个让海星出来演习 刚开始海星还有点受宠若惊 想在喜欢的女人面前露一手 结果被钱小燕一个过肩摔 疼得她趴在地上熬叫 可这还不算完 接下来一个又一个的动作 差点没把她的老命给搭上 为了追求钱小燕 她付出了这么多 怎么可能会退出把这个机会让给侯爵 侯爵却埋怨她一点也不把我当兄弟 侯爵让她赶紧再想想办法 让她跟钱小燕说说 她不是教官吗 可海星就是不同意 别看我跟人家有感情 有感情基础 她不能让喜欢的女人犯错误 没想到这些话全被钱小燕听到 不知情的海星还在继续输出 知道钱小燕在背后的侯爵故意问 你们婚后生活怎么办 侯爵又说你们结婚后 前前欺奉你怎么办 一转头看到钱小燕在后面 这下把海星给吓的 钱小燕问侯爵为什么在这里 听说她想到这个散打班 钱小燕想知道原因 她说怕海星被欺负过来陪陪她 换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钱小燕还算满意 让侯爵先去考核 侯爵没想到这么容易 结果下一秒就把两人累得够强 海星与钱小燕讲理 我已经是你班上的学生了 为什么还要跟着跑 你自己要跟人生了孩子 你不知道背着我跑 不蛋 我不生了孩子 你让我歇会儿行不行 那要不要也不要参加 给新班了好不好 侯爵一听着哪行 立马来了动力 终于跑够了50圈 以为这次考核算过关了 没想到下个考核 就是让两个大男人劈刹 把俩人累得是呲牙咧嘴 海星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爬到钱小燕的跟前 说自己受伤了 没想到钱小燕立马打给高主任 有个学员坚持不下去了 散打班空出一个名额 海星一听立马站起来 结果钱小燕又让她做20个挖条 这下她再也不敢有意见了 经过了层层考核 侯爵终于进入了散打班 可以和十一见面了 眼睁睁看着十一陪他们一个个练习 马上就要轮到海星了 有了上次的教训 她再也不敢让十一做陪练了 与后面的学员交换了位置 等了这么久 终于轮到侯爵了 经过层层考核 侯爵终于进入散打班 但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十一 给他们一个个做陪练 好不容易轮到她了 十一刚一出手还没打到她呢 她就扑通一声摔倒在地 在场的人全都哈哈大笑 钱小燕让她赶紧站起来 重新再练习一遍 第二遍她改变了策略 十一给她一拳 她搂着十一轻轻地放在地上 生怕把十一给摔着了 还直接趴在十一的身上 把海星他们给乐的 五十一起立 钱小燕只有让五十一站起来 然后警告侯爵 今天就算摔一百次 只要做得不标准也得继续摔 摔 来 她拽着十一的衣服 想把她提起来 可试了两次也没能成功 太沉了了 这她拎不动啊 最后十一也是没办法了 只能主动出手给她做个示范 这么摔知道吗 就这一摔刻把侯爵给惹着了 不行 我在摔医院 这不了解 我这是 最后弄得她们课也没上程 她目的就是不让十一再做陪练 过后钱小燕告诉十一 你都不知道这个侯少爷 气呼呼地一直缠着 我不让你做陪练 十一却说别理她 她就小孩子脾气 可侯爵的过度关心 却引起钱小燕的好奇心 她玩了 对你有点意思 你别胡说话了 她就是比较重感情 换了别人也是一样的 爸爸知道这件事后 把她叫过去狠狠叫一太一顿 看着她放着公司的正是不做 非要去抱什么散打扮 十一之所以被偷窃的罪名召毁 还不都是因为你 我们不可能再让她回来保护你的安全 父亲的话让侯爵更加懊悔 越发觉得对不住十一了 看到眼前替换十一的男保镖周全 他是越看越觉得不顺眼 偏偏在鸡蛋里挑补头 你以后上班 能别跟我穿的英文一样的 周全看看自己的外套 确实和侯爵的有点像 于是立马脱掉自己的上衣 就是让雇主满意 同时兰奇得知十一的事 已经被召回安保公司了 他立马退掉下午的会议 来安保公司见十一 他把这些责任全推到了侯爵的身上 他如果想让你离开 可以光明正大的说 为何要用这种卑鄙的手段 跟侯爵没关系 什么没关系 那女孩不是他女朋友吗 兰奇非要找律师告他们 让他们加倍赔偿十一 但十一想要的不是钱是真相 否则他就得离开这个行业 可喜欢他的兰奇 不想再让他做这么危险的工作 你父亲的钱我可以帮他还 却被十一一口回绝了 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个工作 跟别的都没有关系 兰奇只能尊重十一的决定 但他就是不能看到十一被人欺负 以前他不在就算了 可现在他回来了 无论如何也要替十一讨回公道 他立刻找到侯爵 直接开门见山 造成十一现在的局面 多多少少都是因为你的原因 从今往后 他都不是一个人 我会在他身后撑着他 说完了 告辞 兰奇的这些话 直接激到了他内心的痛点 当即便来到他前两天 买项链的那家店 再买条一模一样的 可那个款式是限量版 早已经卖完了 他只能让海星在网上找同款 甲一罚三 海星一看这肯定是真的 立马给侯爵发信息 项链的事已经搞定 收到货后他高高兴兴来找侯爵 两人打开包装一看 上面写着甲一陪三 而且包装还特别好 肯定假不了 结果打开后发现竟然是四条 海星激动的不能行 他肯定是发错了 这下我们赚了 不是啦 两人看着项链仔细研究了半天 感觉做得还挺像的 于是在里面挑了一条质量最好的 马上约了方鹿 从兜里掏出项链放在方鹿的手上 项链已经找到了 这方鹿当然不会相信 不可能 因为在刚刚他还见了经纪人玛丽 决定痛改前非 不想再骗侯爵 同时也要和玛丽解约 并把那条项链送给他作为补偿 现在侯爵竟然说项链找到了 那肯定不是真的 不可能 这不是我的项链 兔二代让好友在网上购买一条项链 结果打开后竟然是四条 这可把海星激动坏了 咱就撞了 他肯定发错了 人家不是假衣赔三吗 这不假衣吗 这不赔的三吗 哎呀 让人灰了 侯爵不仅责怪其海星 不是跟你说的便宜没好过 但是为了让方鹿撤案 他还是拿着其中一条给了方鹿 告诉他项链已经找到了 这个女人怎么会相信呢 因为他刚刚把项链给了玛丽 不可能 这不是我的项链 这次侯爵为了十一的清白 也不再惯着他了 坚决要让方鹿撤案 因为相比之下 一条项链和十一的前途比起来 一定是后者重要 如果你不撤案 十一的前途就毁了 我就是要毁了他 毁了就毁了呗 他的话也彻底激怒了侯爵 你的那条项链是不是没丢 是不是在故意污蔑十一 这下女人害怕了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希望你能撤案 否则被我找到证据和线索 我会直接交给警方 再也不会原谅 十一的清白一直证明不了 侯爵饭也吃不下了 十一天天在那儿 被摔他心疼了 直到收到方鹿要撤案的信息 他立马换了一副表情 又长又挑 奶妈看到后 这神经病了 这是 下一秒他和方鹿来警察撤案 刚好警察也抓到了马 找到了那个项链 收到消息的十一也很快打到 侯爵为这次的事项十一道歉 对不起啊 这几天 委屈你了 现在真相已查出 十一也清白了 侯爵本以为 十一会重新回到他身边 没想到第二天周全还在 你什么时候跟十一交接 公司说 让我继续跟你服务 这甲方提出的要求 你不知道吗 原来签合同的人 并不是侯爵是他老爸 他本人没有那个权利要求换人 周全还以为自己做得不够好 侯爵赶紧解释 我跟十一在一起 时间长了比较熟悉 并不是你的原因 周全也多多少少 看出了他的心 你要是喜欢十一呢 你就告诉他 侯爵赶紧否认 我没不喜欢他 这下把一向能言善变的侯爵 问的是瞠目结舌 同时十一也收到消息 赵总已经和甲方沟通好了 他们觉得男保镖 更适合待在侯爵身边 十一听到后 心里多少有点失落 侯爵又何尝不适 周全看他不吃不喝 要给他点餐 他太饿 看到他心情不好 就把钱小燕和十一 在外面聚餐的照片给他看 他立马有了心情 赶紧让周全要递指 正好我也饿了 但他看到那么多人 再并没有出现 而是让服务员 给他们加了一些点心 这是一位先生送的 那先生高不高 帅不帅 我们想进一步 并告诉他们 已经结完账离开了 钱小燕想确认一下是谁 立马发信息 给周全要定位 才知道那个先生 就是侯爵 十一立马发信息 感谢他 这个杠密的叛徒 是你吧 没想到十一 他们几个吃完饭离开时 正好遇到一个 小女孩的包备奖 十一他们赶紧 向这个方向跑来 以最快的速度 腾空飞起 转身就是一脚 把两人踹飞在地 并打电话报了警 这段视频 很快被人传到了网上 海星看到后者不是十一吗 立刻打电话给侯爵 不看 你发点没营养的视频 结果在看到是十一后 他觉也不睡了 必须把十一留在自己身边 他赶紧找到老爸 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清楚了 跟十一没有关系 快点让十一回来上班吧 可老爸不同意 女保镖太麻烦了 侯爵不听 十一多好呀 在公司又能当保镖 又能当秘书了 老爸也发现 他现在对十一的关心 已经超出了雇佣关系 父亲一句话把他说的 也不好意思再让十一回来 那你要不想换就不换 那男的就能看 可喜欢十一的兰奇 并没有闲着 他找到十一的父母 把十一最近的情况告诉他们 本来对侯爵认可的妈妈 也动摇了 不如兰奇靠谱懂事 于是决定让十一退出这个行业 还恳求兰奇帮十一找工作 晚上侯爵就在朋友圈看到 兰奇约见十一的父母 情敌一直在虎视眈眈 自己不能再坐以待毙 第二天他端着一杯手冲咖啡 再次找到老爸 老爸一看就知道他有事相求 有什么事求我 没什么事 就没什么事 就让五十一回来上班吧 他激动的一下子 把十一抱进屋里 可把他给判来了 十一之所以能这么快回来 全是奶妈的功劳 昨天侯爵端着热咖啡找到老爸 希望他能同意十一回来 至少把合同期给履行完 老爸没想到侯爵为了一个保镖 竟然学会好好跟他说话了 于是答应侯爵考虑考虑再说 你考虑考虑啊 侯爵离开后 老爸立刻打电话给奶妈 打听十一跟侯爵相处的怎么样 奶妈是一个劲得夸十一的好 对侯爵也相当严厉该管管该说说 自从十一来了后 侯爵像变了个人似的董事了 对工作也认真了 打完电话的老爸同意让十一回来了 十一立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钱小燕 可钱小燕并没有那么高兴 哦 挺好的 直到看到手机里的一张照片 他才难言脸上的笑容 十一发现他肯定有情况 让他讲讲这次感觉怎么样 心里喜欢自然愿意多说 这个男人比想象中的还要好 十一祝福他终于找到 理想中的完美男人了 不是特别完美 他的年龄有一点点大 十一问他大多少 可他觉得只要两人 有感觉年龄不是问题 十一就从大五岁 一直猜测到二十岁 结果都不对 钱小燕生出来一个首饰 九十二岁呀 什么二十九 怎么就九十二了 十一感觉到这年龄差距也太大了 他是单身吗 嗯 老婆死了一个儿子 儿子多大了 不知道我没问啊 其实钱小燕口中 这个比他大二十九的男人 就是侯爵的老爸侯志荣 两人再一次打保龄球相遇 经过聊天 钱小燕感觉到 眼前这个老男人 是他自己喜欢的类型 可他那时还不知道 这个男人就是侯爵的老爸 还是两人一同去吃午饭时 侯总得知钱小燕在安保公司做教练 主要培训安全随位也就是保镖 于是侯总就向他说起给侯爵请保镖的事 他才知道这个侯总就是侯爵的爸爸 你是叫侯志荣吗 你怎么知道 他也犹豫过 但自己相亲那么多次 好不容易遇到有感觉的人 他也就不考虑那么多了 要勇敢地爱一次 可这个事暂时还不能告诉十一 十一也不再追问那个男人是谁了 眼前对他来说回去工作最重要 没想到侯爵见到他来 激动得不行 一下子给他来的拦腰抱起 刚好奶妈今天休息不在家 侯爵打算亲自下厨做几样小菜 好为十一接风 十一觉得让雇主为自己做饭 自己站在一旁看着也不合适 于是决定给他打打下手 侯爵一看立马要给十一系围裙 免得把衣服弄脏了 这个场景让侯爵联想到 两人这样有种老夫老妻的感觉 十一不同意要自己系 可他才刚系好又被侯爵拉开 十一这次能回来 两人的心里都是特别的开心 还喝酒庆祝 侯爵再次为这次冤枉十一而道歉 同时也向他保证 再也不会让十一被冤枉了 十一也感谢他在陪练的期间 侯爵不顾形象地护着他 两人的话是越说越多 不知不觉都喝晕了 直到第二天早上奶妈回来 看到两人都睡在地上 把他吓了一跳 这吓死我了 你们这干嘛 睡睡睡 你接着睡 这边睡挺好的 醒来的十一赶紧躲回自己的房间 懊恼真是喝酒误事 不知十一已经回去上班的兰奇 找到安保公司的赵总 要聘请五十一做他公司的安保 可他还是晚了一步 被告知十一正在任务中 他不是已经被雇主辞退了吗 那只是一个小误会 客户已经让他回去继续工作了 没想到自己还是落在了侯爵后面 这天十一接到发小药结婚的电话 让他去参加婚礼 而且朱大鹏也在 被十一回绝了 侯爵听到后 是不是那裸笨男要去啊 然后你再不好意思去啊 侯爵说越是这样的情况越要去 你要让他看到你现在光鲜亮丽的样子 到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去 我去 让他 没 他说他去 我电话 一大早他就敲响十一的房门 准备好了吗 准备什么 带你回炉重新大改造 侯爵一大早敲响十一的房门 准备好了吗 准备什么 带你回炉重新大改造 下一秒他带十一 来到好哥们艾米的店里 要他给十一做个造型 越亮眼越好 因为这次不光是参加发小的婚礼 主要是要让前男友朱大鹏看看 离开他的十一过得相当好 经过艾米重新大改造后 侯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 这还是之前那个武枪弄棒的十一吗 这也太美了 侯爵忍不住咽了下口水 不愧是自己看上的女人 初次穿裙子的十一感觉好便宜 你喜欢吗 喜欢 你喜欢吗 好看 当艾米问他时 他傻傻的只能说出这两个字 很快两人来到发小的婚宴 十一提醒他今天是我发小的婚礼 你可千万不要做什么出格的事 你们提醒我 我也咱俩婚礼 别没正经的 果然朱大鹏领着他的女友也来了 大伙看到十一过来都纷纷围过去 一个个夸他漂亮 还以为是哪个大明星呢 朱大鹏也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还遭到女友的白眼 巧的是他们还被安排上了同一桌 侯爵一眼就看到了朱大鹏 怎么是你啊 你不是那个那个吗 朱大鹏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侯爵逮着个机会继续追问 这段时间 谁呀 没了分啊 没想到兰七也来参加这个婚礼 这也太巧了吧 而十一又被老同学拉过去 现在剩下这三个大男人 朱大鹏尴尬的要去厕所缓解一下 但侯爵是他走哪跟到哪 就怕他去找十一 我去搜索 去看看 走一起看看 甚至连人家上厕所他也不放过 就这样三人一起去了洗手间 十一不放心赶紧跟过去 第一个出来的是朱大鹏 两人就是礼貌性的打了个招呼 第二个出来的是兰七 说了一声 十一你今天很美也走了 直到侯爵出来看到十一也在 我们刚才在里边开了一个party 主题是五十一的前男友 十一看他又没个正行 赶紧离开 婚礼马上就开始 这么大的事怎么能少得了他侯爵呢 主动要上台给两位新人送祝福 牵涉住他们二人白头偕老早生跪子 接下来他说的话让十一也没有想到 十一让他赶紧下来不要胡闹 台下的人也都纷纷起火 但他的表白来得太突然 而且是在这样的场合下 看十一迟迟没有表态 他不放弃 十一也被他的话感动了 但最终没有接受他的表白 回去的路上侯爵想知道原因 是因为蓝琪吗 不是跟蓝琪没关系 那你怎么着也得给我个理由吧 公司有规定 不能跟刻骨谈恋爱 他的话让侯爵想到 那要是公司没有这个规定 你是不是就答应了 这下十一也没话说了 因为在他的心里 已经多多少少对侯爵产生了感情 回去后他把这件事告诉奶妈 奶妈是比他还激动呢 可人家没同意啊 奶妈劝他不要急慢慢来 还有别人吹他呢 他要跟别人好了 相比之下他老爸的感情就相当顺利 听说钱小燕的家人来了 立马让公司派一辆商务车给他 真的不用太麻烦了 哎呀就一辆车而已 给看太重了 老爸就是比儿子会办事 钱小燕一家人看到这么好的商务车 都非常满意 非要见见这个未来的女婿 但钱小燕说还不到时候 他得空赶紧感谢侯总 老曹 老爸老妈很高兴 谢谢你啊 老爸瞬间回到了20岁 看到公司的员工热情打招呼 这恋爱中的男人就是不一样 还让秘书晚上订个大包间 让他们一家人舒舒服服的吃顿饭 知道他来的家人多没地方住 第二天一大早 又让助理送来他交去别墅的钥匙 地址就在信封路 钱小燕感动的不能行打电话给侯总感谢 你借我车 现在又借我别墅 我跟侯爵平时也很难得过去 房子老是空着 你们过去住住挺好的 你看这老爸又是送车又是送别墅的 哪个女孩会不喜欢啊 再看看儿子 表白失败在那垂头丧气的 他都自身难保了 他有心情去安慰失恋的海星呢 虽然你没有钱 但是你有一颗真心啊 这年的真心值几个钱 还是说能值人家的商务车 大别墅 五星级会所吃大餐啊 真的假的 我让你做我女朋友的事 你怎么想的 公司有规定 不能跟客服谈恋爱 这侯爵也算是表白失败吧 和他同病相连的还有海星 顾不上自己失恋的他 大老远的来安慰海星 虽然你很多方面都比不上别人 但是你有一颗真心 这一年到真心值几个钱 跟人家那商务车 大别墅五星级大餐 根本就没法比 真的假的 嗯 你这什么对手啊 原来海星知道 钱小燕的家人来了 拿着一大把气球来找到他 要请钱小燕的家人 去他的饭馆吃饭 为他们接风洗尘 被钱小燕拒绝 因为侯总早已为他们 准备了五星级大酒店 不死心的海星 要把气球送出去 没想到接过气球的钱小燕 再次拒绝了他 海星啊 有些事情只有放手 就这样把他满满的爱给放走了 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有男朋友了 是吧 我有男朋友了 他的爱情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这也让他明白 一个人光有真心是不够 但侯爵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只要付出真心 就一定能打动喜欢的女孩 海星转头问十一的意见 真心不能光靠说 得有行动 这会儿海星也不知道 是该继续还是该放弃了 侯爵让他继续 但十一劝他放弃 爱情这个东西吧 也不是你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的 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吧 可他不死心 还不知道对手是谁 死也要死个明白 失恋的他在家要死要活的 而春风得意的侯总 大晚上和钱小燕在约会 竟说些甜言蜜语 钱钱 我可以给你 你想要的生活 也许比你梦想的生活还要好 他特别知道现在的女孩想要什么 这也让钱小燕体会到了 前所未有的幸福 回到家躺在床上 忍不住发了个朋友圈 表达一下现在的心情 临睡前还不忘了看看侯总的照片 第二天海星就看到了这个朋友圈 竟然在晒幸福 他立刻打电话给侯爵 让他赶紧看看钱小燕发的朋友圈 他的心里难受啊 侯爵赶紧打开看了一下 哎 钱钱 这哥们儿可以啊 这是海景大别墅吧 哎 我爸好像在那也有他房子啊 真不错 钱钱根本告诉你这男的谁啊 这钱小燕怎么会告诉他呢 反正十一知道 这个男人是他喜欢的类型 但不想放弃的海星 立马乘坐出租车来到这里 伪装成送外卖的进了这个小区 按照手机上的照片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寻找 刚好看到钱小燕和他的父母要出去 等他们开车离开后 这小子竟然偷偷地潜入别墅 妈呀 这地方也太大了 他是真的比不了 接着在床上发现一张照片 他拿起来一看 竟然是侯爵的老爸 这一刻他彻底崩溃 没想到对手竟然这么强大 就让他想到前天收到一个神秘人的信息 给他五十万 要他盗取智荣建设的方案 出卖兄弟的事怎么可能会做 他想也不想就拒绝了 但现在他反悔了 立马给那个人发信息 得到钱的同时还能打击侯志伦 他立刻打电话给侯爵约他吃饭 侯爵有点不相信 他这辈子从没有请人吃过饭 这是得遭受多大的打击啊 于是立马和十一赶过去 侯爵看他伤心痛苦的模样 也是心疼自己的兄弟 想着帮他一把 这人你真搞定不了 谁呀 太像了 十一也劝他 你确实不是钱小燕喜欢的类型 所以不管他找的是谁对你来说都是一样的 可海星不这么认为 他们两个是真的不合适 你见过这个人 但海星当着侯爵的面还说不出口 侯爵也决定帮他一把 再来喝完这杯 我带你找点王八蛋去 他什么人呢 给我兄弟整成这样 但他就是不说是谁 还把自己喝得烂醉 第二天早上他就收到定金 火无一入库 按计划速局 定金以赴 你不吃醋啊 有这么多好吃的 我跟他吃醋 不是 你连醋都不吃 我白忙好了吗 为了刺激一下十一 侯爵接受了老爸给他安排的相亲 而且还是他从小的青梅竹马晨晨 他就是要看看十一的反应 还说这样不合适吧 其实就是要让十一看到 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他眼睛一直都没离开过十一 这也让晨晨注意到了他 直到离开时他看到十一 这不是刚才坐旁边那女的吗 你这是找了个女司机 不是司机 我过的保镖 女人没想到他约会 还带着个保镖 我不是约会的 24小时贴身 看到十一朝这边走来 侯爵赶紧给两人介绍 他高高在上的大小间 连个招呼都没打就走了 侯爵让他给个评价 单配 十一就说了这两个字 回公司后他就接到海星的电话 请他去餐馆吃饭 他立刻喊上十一 这时的海星已拿着饭 来到他们公司附近 看到侯爵和十一 他赶紧藏起来 等俩人好不容易来到店里 却被告知海星刚才出去 侯爵打电话给海星 你要我们来吃饭 你去哪儿了 我来你们公司了呀 行行你们快回来吧 我等你们啊 就趁中间这个空档 海星来到侯爵的办公室 看看四下没人 慌慌张张打开他的柜子 把方案放进他送和饭的袋子里 一切准备就绪后 告诉甲方货已拿到 等侯爵和十一回来 他竟然在椅子上睡着了 不是我 吓我一跳 干什么 有病啊 你吓我一跳 毕竟做贼心虚吗 看到侯爵来他起身要走 侯爵让他留下来吃饭 这他哪还吃得下 只想着赶紧离开这里 侯爵很快发现方案没了 立即来找马勇 其实这背后都是马勇的操作 老爸知道后把监控看了一点 最后锁定嫌疑人是海星和包小韩 海星对公司的事一大都不了解 再说他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方案 侯爵一句话把海星给排除了 回到家的海星 甲方让他暂时保管 可拿到方案的海星 觉得放到哪里都不安全 最后把他藏在枕头里 但自从做了这件事后 他整天都提心吊胆的 成了惊弓之鸟 日子反而没有以前好过了 晚上回到家十一经过分析 觉得最近发生的这些事 好像并不是针对侯爵 而是他的老爸侯总 因此他确定了两个嫌疑人 就是马勇和财务总监田敏 侯爵看到后 我爸跟马勇的感情比跟我还好 瞎转眼 这个最大的嫌疑人又被侯爵排除掉了 他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天亮他听到十一和妈妈聊天 充满好奇心的他走过去问 他们去哪了 兰奇接他们去酒店住了 这让他又感觉到了危机感 这个兰奇怎么老是从背后下手 为了让十一感觉到他的重要性 他决定答应陈陈的邀请和他出去游玩 还带了好多食材 打算给他做顿丰盛的晚餐 奶妈一听他要给别人做饭 那不行不给了 不是不是 说了 开玩笑 他只好把内心的想法告诉奶妈 他要用个激将法 让十一看清楚自己的内心 出发的路上 看不惯十一的陈陈 得让侯爵和他同坐一车 让十一和他家的远房亲戚大壮坐一辆车 路上这个女人问侯爵 你的这个女保镖是单身还是结婚 好像单身吧 她多单 28 大壮25 你看 女大三爆金砖 于是这个女人就开始捉腰了 她们到酒店后 这个女人开了三间房 我的房开了 现在还在说 原来她是要侯爵和他住一间房 侯爵觉得这样不行 女人就说我们两个一人住一遍 你不要往歪了下 十一把侯爵的房间检查了一遍 确定没有危险后准备要离开 你就走了 你看不出我家就很危险吗 十一说我房间就在隔壁 有什么事你随时叫我 女人巴不得他赶紧离开 给两人独处的空间 而回到隔壁房间的十一 发现大壮也在 你住这个房间 对 我就安排我住这了 原来这是那个晨晨故意的 刚好侯爵让她过来买东西 看到大壮在她也很吃惊 搂起大壮就往外走 说你的姐姐正在找你 把她支开后 砰的一声关上房门 太不像话了 两人才刚说上两句 晨晨就在外面光光敲门 她拉着大壮气冲冲走进来 非要大壮住在这里 大壮谁能坠起吗 怎么不能坠起啊 女友的房间里 突然多了一个男人 这可把侯爵气得不轻 可这个女人不停坚持 要大壮住在这里 还要十一滚出这个房间 侯爵气得要和她决恋 女人就拿两家公司 合作的事说是 不让她爸和侯爵的公司合作 侯爵才不在乎这些 拉着十一要离开 但十一不想因为自己影响公司 同意和大壮同住一间房 这侯爵怎么会同意呢 根本不是一个房间的事 我侯爵的人 我不杀你一房间 不能欺负我人知道吗 撂下这些话后 拉着十一离开 她这次的所作所为 也彻底激怒了这个富家女 奶妈知道这件事后也非常生气 你这是用的什么激将法 这意外太多了 我这套路我也套不住啊 无招胜无招 你给我记住了 果然第二天 晨晨的老爸气势汹汹 找到侯总兴事问罪 你儿子不喜欢我家闺女可以直说 可他竟然为了一个女保镖 把我女儿大骂一顿 侯总一听气得火冒三丈 侯爵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 得罪她这个大客户 她先是给晨晨的老爸道歉把她安抚好后 又打电话要十一过去 侯爵不放心要和十一一起去 却被秘书拦在了门外 但里面说什么她啥也听不见 于是就向秘书要了个纸杯 这才勉强听到了一点点 侯总告诉十一 晨晨是她亲自为侯爵挑选的结婚对象 这下在门外偷听的侯爵 一下子推开门走进去与父亲理论 这跟十一有什么关系 你都不知道这个晨晨有多不讲理 可父亲认为门当户对最重要 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但侯爵坚决反对这门婚姻 我和这个晨晨根本没可能 最后侯总也妥协了 但侯爵必须给晨晨赔礼道歉 好维护住她这个客户 侯爵也同意了 刚好可以让老爸看看这个晨晨是个什么德行 下一秒她和十一给晨晨买赔礼道歉的礼物 却在这里看到兰琪 兰琪 十一 兰总这是陪女朋友逛街呢 人呢 兰琪 原来兰琪在给十一的父母买衣服 特意为十一的妈妈周六过生日做准备 自从上次她参加婚礼 看到侯爵表白十一 她就感觉到了危机感 决定从侧面进宫 她让十一的父母住进她新开的酒店 表面上说让他们二老先体验一下 也好帮她提提意见 实际上就是要讨好十一的父母 果然妈妈对她这次的做法特别满意 同事问她周末去哪了 度假酒店 准女婿开的 现在兰琪又给他们二老买衣服 妈妈自然是更加重于兰琪 而侯爵面对妈妈的询问 这是要 我刚带十一去逛街去了 刚买个包吗 侯爵怕十一再多说话 说有急事赶紧离开 但兰琪的这种做法她特别生气 正面不可知道 别说把枪叫 这她也太阴险了 回去的路上侯爵就向十一要她爸妈的电话 十一劝她不要想这些没用的 还是赶紧想想一会怎么给晨晨道歉吧 可她也想学兰琪这招 先和十一的父母搞好关系 下面的事就好办了 自己那些破事还没解决完呢 又想着怎么样讨好十一的父母 还是先解决眼前的这件事 来到包间后 她把买的包送给晨晨 她老爸还非要侯爵给他们道歉 为了让老爸的生意顺利进行 侯爵心不甘情不愿地给她赔罪 没想到这个女人还不解气 非要让侯爵辞掉十一 可是人家没做错什么干嘛要走啊 他欺负我讨厌他这个吗 老爸一看着阵势 让侯爵把十一叫进来 给晨晨赔个不是 那我去不了 去不去 为了能把十一留在身边 这次只能先委屈十一了 而十一为了能让他们两家和和睦睦 同时也不想让侯爵为难 愿意赔礼道歉 可这个女人非要问十一错难了 父亲让她适可而止 最后女人又让十一喝酒 你干了这杯我们之间的账一笔勾销 但十一正在任务中不能喝酒 侯爵一口气喝下这杯 看到她这么维护十一 这个女人彻底崩溃了 又要十一喝了这杯白的 你把这杯干了 这杯干了我就算了 我真的不能喝 你以为你是谁啊 明知道保镖在执行任务时不能喝酒 可富家女非要十一现在喝一瓶 我真的不能喝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不就是一个跟班的吗 你不就是一个人肉断牌吗 你不就是一个看能狗吗 不许侮辱我的职业 没想到女人一瓶白酒泼在十一的脸上 十一让她为刚才的话道歉 十一 行了 十一也就没有跟她再计较 出了酒店的大门 侯爵一直说对不起 要是心里有气你就抽我两下 但也正因为这次的事件 让侯总意识到侯爵对十一的感情不一般 以她的身份根本配不上侯爵 这更加坚定了她要辞掉十一的决心 因为这件事父子俩大吵一架 马上让她走 马上 立刻 不可能 老爸更加生气了 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全是我给的 跟安保公司签合同的是我 付他薪水的也是我 你有什么资格来反驳我 父亲的这些话深深伤了侯爵的自尊 决定从今以后再也不用她的一分钱 于是给海星打电话 要暂时住到她那里 这下把海星紧张坏了 抱着个枕头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怕方案被侯爵发现 最后把她藏在电脑的主机里 感觉只有这样才最安全 一切准备好后 等待侯爵的到来 而侯爵为了和老爸彻底划清界限 只带了妈妈的照片 和一个妈妈留给她的玉陪 奶妈的心里是万般舍不得 十一也不打算再劝她了 觉得侯爵必须要经历这些 否则她什么时候才会长大 见到她的海星一直埋怨她老爸 你爸现在真的已经是 可恨到无可救药了 但凡有意儿 他真在我手里 我绝对帮你好好承认 那是我爸 开玩笑 我就帮你过过嘴也 自从她知道 钱小燕跟了侯总后 心里一直记恨着她呢 晚上抽出空来的侯爵感谢十一 谢谢你在我最落魄的时候 还愿意陪着我 十一也明确提出 这段时间不收她的费用 其实现在两人心里都有彼此 早已超越了雇佣关系 于是第二天她陪侯爵去公司 把老爸给她的车钥匙 和银行卡全还了回去 老爸看到后非常生气 看来这小子是和她来真的 但她更多的还是担心 侯爵长这么大第一次离开她 但这也正合了马勇的心意 她要的就是这样的结果 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后 侯爵心里多少还有点舍不得 却在离开时 发现一辆电瓶车冒着黑烟 刚想走进去查看 十一及时发现有情况 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侯爵 出我干什么 这次十一是真的出事了 得知消息的马勇第一时间通知侯爵 刚才楼下发生爆炸 就在侯爵的车旁 侯爵现在在哪 侯爵在现场 但情况不明 到底是谁要害她 老爸要去现场查看情况 接到电话的马勇瞒住她 侯爵没事 但五十一为了保护她受伤去了医院 老爸这才松了一口气 吓死我了 幸福有十一在 可然侯爵就完了 十一这边经过医生检查后 都是皮外伤没什么大碍 不过缝了十多针 侯爵想留下来陪着十一 但警察要她回去配合做个调查 从里面出来的十一 第一时间就是问侯爵怎么样了 钱小燕让她放心她一点是没有 不过这些天 十一暂时不能出任务 还是有周全接替她 钱小燕告诉侯总 十一痊愈后他们会考虑换人 我要让十一离开侯爵 好不好 这下她再也不辞退十一了 她能感觉到十一和侯爵之间 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在里面 不管他们承不承认 只有让十一保护侯爵她的心理才踏实 十一无事可干来到海星的饭馆 和他们几个一起逛街 大少爷第一次体验平民生活 海星让她先买几双袜子看看 多少钱一双 三个钱一双 一个十个钱我三双吧 行 离家出走的富二代去地摊上买袜子 多少钱一双 三个钱一双 一个十个钱我三双吧 行 海星一看她这样不行 要二十元十双 最后摊主只给他们八双 什么叫八双 闭嘴个白家孩子给钱 可刚把钱递给她 摊主袜子都没来得及给 收拾好她的东西就跑 侯爵他们一看立马追上去 现在这二十元对她很重要 摊主一看随手扔给她几双袜子 侯爵一双双捡起来 数了一下竟然是十双 十双 十双 这两双 这家伙把她给高兴的 药哥以前她哪看得上眼 第二天她陪十一来医院换药 换完药后十一告诉侯爵 要去给妈妈过生日 她立刻让朋友的乐队 去给十一的妈妈庆祝生日 这让妈妈很欣慰 忍不住给爸爸发信息炫耀 白天小猴请人给我唱歌 晚上兰七还要请我吃大餐 这是妈妈从没有过的开心 两个同样优秀的男人 都看上了她的宝贝女儿 这才能显出十一的重要 妈妈提出趁着美好的时刻 不如我们来拍个全家福 不知情的妈妈 突然触碰到十一的伤口 怎么了 没什么 受伤了是不是 没有 保护那个小猴受的伤是不是 这下把妈妈给心疼的 说什么也不让她再做保镖了 刚对猴爵有点好感 这下又没了 转头恳求兰七帮帮十一 让她给十一找份工作 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孩子 为了帮别人的孩子 把命给丢了 她要十一马上辞职 可十一不同意 哪个孩子在父母的眼中 都是心肝宝贝 妈妈也是担心 放后兰七亲自开车 送十一回来 表面上她安慰十一 妈妈在气头上 她的话别太在意 其实她内心 多么渴望十一 能辞掉这份工作 离开猴爵 但她更多的也是 关心十一的安慰 兰七送她回家的这一面 全被楼上的侯爵看到 聊得不错嘛 话挺多呀 确实聊得挺好 年纪结婚的 十一故意说 已经聊到这个事了 这让侯爵的危机感 又加重了 一大早就喊来马友 让她来签 与十一解约的合同 而侯爵就在一旁等着 以自己的身份 和十一正式签约 这样才能摆脱父亲的控制 可她还没来得及下 兰七竟然出现了 原来她之前 和赵总有约定 只要十一的合同到期 她就会与十一签约 这让赵总很为难 两位都是她重要的客户 还都想和十一签约 赵总决定 让十一来做这个选择 这让侯爵的心 也提到了嗓子眼 她知道兰七比自己有优势 但十一不想在侯爵 最困难的时候离开她 兰总 谢谢你的邀请 你的工作确实很吸引人 相信不难找到 更适合的人 侯爵紧张地 心一下子放松了 等兰七离开后 她给十一一个大大的拥抱 这下他们之间 再也没有障碍了 而钱小燕这边 父母来了这么多天 一直没见她男朋友 都想看看这个未来女婿 长什么样 多大了 55 和你爸差不多 父母虽然很惊讶 但毕竟是自己女儿看上 又问她有没有孩子 孩子多大 跟我差不多大吧 你跟她儿子挺合适啊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这个未来女婿 虽说年龄大点 但她条件好啊 父母说什么 也要再离开前见上一面 于是钱小燕 就把这个事告诉侯总 可她却说工作太忙没时间 钱小燕让她放心你的年龄 我爸妈已经知道 没想到她还是推三阻四 吃饭的事以后再说 你要不要跟我结婚 结婚 不着急 咱们俩不是好好的吗 挺好的这样 她的话让钱小燕明白 原来这个老头 根本没有和自己结婚的打算 气得她下床一脚 把侯总踹到地上 随后生气地离开 晚上她就收到侯总的信息 我是很喜欢你 但是我真的不想结婚了 我们也不要给对方压力 在一起就要开开心心的 如果有一天不开心 我们就友好的分开 可这不是钱小燕想要的 她只想找一个男人 结婚过平淡的日子 现在心里的苦 我也只能向十一诉说 她根本就不想娶我 她只想养着我 十一劝她还好你陷得不深 现在离开她也不晚 过后十一找到海星 问她现在有没有什么心愿 她的心愿就是 钱小燕能过得开心幸福 侯爵却说她太虚伪 那我希望她立刻分手 可能呢 不可 恭喜你 因为我实现了 富家女来看落魄的侯爵 这什么味儿啊 你就睡这床 应该都没你人高吧 正在挖苦侯爵呢 突然看到一只蟑螂跑过来 一帮人吓得全倒在侯爵的床上 把她唯一的小床也给压她了 几个人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多待 跑得比兔子都快 怎么能给我床给做塌了呢 可怜的她现在连买张床的钱都没有 于是第二天决定出去找工作 可离开老爸的侯爵 别人根本不把她放到眼里 表面上对她恭恭敬敬 但她拿出的设计作品 人家看都懒得看一眼 有的甚至直接把丑话说在她脸上 真是个愣头巾啊 侯爵啊 我劝你啊 还是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话都懒得跟她多说 气得侯爵直接把设计稿扔在垃圾桶上 这些十一都看在眼里 扔了她也解决不了问题 下一秒她就后悔了 在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 她又出了电梯拿走自己的设计稿 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她一个富二代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 十一怕她从此一蹶不振 于是带侯爵来到她母校的训练场 侯爵一下就看出她的用意 十一只是想让她上来感受一下 把心里的怨气都发泄出来 结果她气没有发泄 反而被十一打得找不到东西南北 最后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其实十一就是想让她知道 在哪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 因为只有这样才有赢的机会 如果遇到点挫折就放弃 那永远也不会成功 再说富家女晨晨 她是真的喜欢上侯爵了 决定帮帮侯爵 她再次来到海星的餐馆 告诉侯爵深圳有一个朋友要开书吧 打算找个设计师 晨晨决定让侯爵去试试 明天就出发 侯爵也是不想放过任何机会 因为她的设计需要人认可 但晨晨有一个条件 这次去深圳不能带十一 看着她就烦 拜拜 告诉你不能带十一 十一知道后并没有生气 只要侯爵有机会证明自己 她做什么都无所谓 于是她决定让钱小燕暂时代替她 只有这样她才放心 结果两人才刚离开 十一的肚子突然疼得厉害 海星还以为她是来了大姨妈 急忙给她倒红糖水 侯爵偏偏在这个时候添乱 到机场才发现电脑没拿 你说她这个富二代 做什么事靠谱过 钱小燕只好打电话给十一 十一 情况比较紧急 侯爵电脑没有带 麻烦你送一下 十一病都没来得及看 强忍着疼痛的身体 去给侯爵送电脑 十一不想让她失去 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 及时把电脑送到 侯爵也发现了异常 你要怎么能看 着急赶紧走 来不及了 我走了 我说打电话吗 侯爵才刚离开 十一就晕倒在车上 被机场的工作人员 送去医院 钱小燕很快收到周全的信息 十一正在医院手术呢 急性狼尾炎 为了不让侯爵担心 钱小燕只能说 十一去开会了不能回电话 况且陈陈还不让人 在车上说起十一 侯爵也就没有再多问 趁客户没到时 陈小燕忍不住问侯爵 你爸爸是个怎么样的人 一说起老爸他就来气 就没有看他顺眼过 只要一谈女朋友 甚至连他自己也是 老觉得所有女人找他 都是笨他钱来的 其实陈小燕最关心的是 侯爵的老爸 这么多年没再找 是不是还一直 忘不了他的妈妈 他找没找我也没看见 对我妈肯定是 还有感情的呗 明白了 侯爵忍不住问他 听说你前两天 和你的那个男朋友分手了 到底怎么回事 我想结婚 他不跟我结 侯爵一听那 这就是他的不对了 像你这么优秀的女孩 你一提结婚 他还不干了 那他这样做肯定不行 那就是他混蛋 长什么样你给我看看 以后我枪活转小时碰见他 我就给你教育他 我看看 长什么样你给我看看 以后我枪活转小时碰见他 我就给你教育他 侯爵刚要看 钱小燕分手男友的长相 却被客户叫进会议室 在侯爵做他的方案陈述时 钱小燕收到周全的信息 十一的手术很成功放心吧 方案陈述后 侯爵第一时间发信息给十一 你赶紧给我合个电话 我跟你说我这项目有戏 侯爵很担心他微信不回电话不接 十一以前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钱小燕看他这么担心 就把十一生病的事告诉他 让他放心现在已经没事了 侯爵不停要立马赶过去看十一 刚好客户过来恭喜他方案已经通过了 这就去准备合同签约 可侯爵这一会儿也等不了了 不顾沉沉的劝阻非要离开 你别拉着我 我正要走 钱小燕也劝他冷静 十一忍着剧痛给你送电脑是为了什么 当然希望你能成功 现在马上就要签合同了 你不能就这么走了 这样对得起十一的付出吗 这些都不重要 现在电梯怎么还不来才重要 钱小燕眼看劝不动他 只能和他一起连夜赶回来 但还是错过了探视时间 两人就想着趁护士不再偷偷溜进去 结果还是被发现了 让他们明天再过来 这侯爵怎么等得了 发挥自己的特长 给护士讲了一个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 也就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护士立马被他的话所感动 几床 我二死了 最里面往左手 钱小燕都被他的这番操作整懵了 进病房后就这样一直盯着十一 需要护工吗 十一没想到他回来得这么快 现在不是那护工挺贵的吗 然后我也缺钱 我也过来打打联工挣了钱 这个时候了他还有心情开玩笑呢 十一问他方案做得怎么样 侯爵当然不能告诉他实话 还要晚上留下来照顾十一 第二天一大早还给十一洗手擦脸 隔壁的大妈都非常羡慕 只夸十一找了个好男朋友 钱小燕过来告诉他 你和十一的合约马上到期了 如果你要须约 十一可要抓点紧 现在想和他签约的可排着队 等我陪他捡票啊 我立刻就去 谁也甭跟我抢 别抢我就跟他接 可兰七已经等不及了 十一的合同还没到期呢 他就来找赵总 他怕这次再落在侯爵的后面 还给赵总开出了优厚的条件 如果这次能和十一签约成 以后他酒店的安保工作都会交给他们 赵总是激动的不能行 立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十一 你的合同明天就到期了 可侯爵一直没有来续约 有一个非常优质的客户 待遇高危险性低 十一一听就知道那个人是兰七 但他不想在侯爵最低谷的时候离开他 所以直接拒绝了赵总 赵总让他不要急着拒绝再考虑考虑 才刚挂了电话 得知他生病的妈妈火急火燎的感慨 十一现在的情况他全知道了 说什么也不让十一给侯爵做保镖了 自从跟了他之后 要么被冤枉 要么受伤 现在又得了蓝尾言 你叫我怎么放心 他的这些话全被在外面的侯爵听到 妈妈接着又说 你的时间那么珍贵 咱们浪费不起 现在有蓝旗这么好的人等着你 你不能在侯爵的身上浪费时间了 十一却说妈妈想得太多太远 我只是在工作 妈妈眼看劝不动十一 又把侯爵叫到外面谈话 十一自从跟了你就没有好过 之前过去了我也就不说了 如今的你连个收入都没有 刚好现在有一个人 能比你更好的照顾十一 还能给十一更优厚的待遇 更重要的是工作轻松没有危险性 如果你心里真的有他 就应该学会放手 而不是自己混不后 还非要把对方拴在身边 哎你放心 这事我会办 妈妈的话侯爵觉得也有道理 十一适合更好的 于是他在进病房前给海星发了个信息 我都没了我打电话 在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进去 十一知道妈妈的个性 如果我妈妈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你不用往心里去 侯爵只能说谎话 你妈妈一直夸我来着 刚好海星打来电话 怎么了 要证查 谁啊 什么意思 未来丈母娘找他谈话 本来侯爵还挺高兴的 结果他却说 我看得出来 你对十一是有感情的对不对 既然有感情 就应该为对方设身出地的考虑 而不是自己混不好 还非要把对方拴在身边 他这几句话像真是的 深深扎在侯爵的心上 同时他也下定决心离开十一 不想让十一再跟着他受苦 进病房之前先给海星发的信息 让他两分钟后来的电话 果然他很准时 侯爵进病房来才和十一说上两句话 他的电话就打来了 怎么了 证证 谁啊 什么意思 是吗 久等一会儿见啊 一会儿见 这干谁呀 吸引人 海星都被他整弄圈了 这什么情况 侯爵只有用这种方法 说晨证那个方案准备和他签约了 让他明天赶紧过去 只能心口不一的说不能和十一再签约了 你知道的晨诚他不喜欢你 我明白 其实他说这些话的时候 都不敢拿正脸看十一 这一刻他的心里有多痛 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赶紧离开这里 生怕晚一秒会自己控制不住 本来还犹豫的十一立刻给赵总打电话 同意去兰奇的酒店工作 到最后还是闺蜜最靠谱 来接十一出院 钱小燕也没有想到 上一秒他还为十一放弃好不容易到手的工作 下一秒他就离十一远去 还真是和他老爸一个德行 俩人来海星的店里拿东西 海星看到后 上楼通知侯爵十一过来了赶紧藏起来 他怕被十一发现 突然要离开这里离开侯爵 十一的心里还真舍不得 他打心底里放心不下侯爵 刚开始他是不喜欢他 但经过这些天与他的相处 他能感觉到侯爵表面上放荡不羁 但他的内心却非常善良 侯爵就在隔壁默默地听着两人的谈话 你和晨晨之间他放弃了 放弃的挺对的 干嘛要选择我呀 他现在事业上生气 晨晨对他很重要 越听他的心里越难受 他是那样的喜欢十一 但因为妈妈的反对却不能和他在一起 可十一和钱小燕不知道啊 都以为他为了金钱而放弃十一 其实他的离开 十一还挺能理解他的 可十一越是这样说 侯爵的心里就越难受 想爱却不能爱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开 把自己喝得烂醉如泥 娃娃看他伤心痛苦的样子 就想着用手机拍照传给十一 被海星阻止了 看着好兄弟整天借酒消愁 他的心里也不好受 既然侯爵不让他告诉十一 那他就打电话告诉钱小燕 自从十一离开他之后 他整个人的状态就不对了 天天把自己喝得烂醉 如果再这样下去 整个人都废了 侯爵不是去深圳找晨晨了吗 他根本哪都没去 天天就在我二楼的小破坑 自己闷着喝酒 这下钱小燕才全知道了 但他还是没有告诉十一 而不知情的十一 还在父母的精心安排下 和兰奇一起回家里吃饭 表面上是为了庆祝他出院 找到新工作 实际上就是想撮合兰奇和十一 好让两人多培养培养感情 希望他们最后能走到一起 之前有侯爵在 十一排斥和兰奇一起工作 现在侯爵离开了 他也打算正式去兰奇的酒店上岗 兰奇亲自在酒店门口迎接 他费了那么大的劲 终于聘请到了十一 他对自己有信心 只要十一过来 看到他拥有这么豪华的酒店 他笃定十一会慢慢地喜欢上他 而忘记现在那个穷小子侯爵 可是他错了 十一即使人在这里 心里还是想着侯爵 看着他的微信发呆 这边奶妈来看 多日不见的侯爵和十一 海星告诉他侯爵还在上面睡觉 但十一已经不在这儿 什么情况 气得奶妈一杯水泼在侯爵的脸上 赶紧给我起来 对着他是一顿指责 你离开家时说一定会混出个人样来 你就这么混的呀 对着侯爵劈头盖脸一顿臭骂 你要再这样下去赶紧回家和你爸认错去 从今往后老老实实听他的话 给上钱 给上钱 气死我了你 而钱小燕找到十一 他思来想去觉得应该把真相告诉他 他没跟你联系啊 没有 钱小燕正准备把侯爵的事告诉十一 我今天来呢 是有件事想跟你说 可他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被过来巡查的蓝旗看到 走过来打招呼 十一给两人做了自我介绍 这是钱小燕第一次见蓝旗 看到他不但一表人才而且还事业有成 最主要的是对十一和他的父母很好 就劝十一给他一个机会 说不定慢慢的会发现你们两个也挺合适 没可能 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 他肯定打场就忘了 钱小燕也是有私心的 看到蓝旗这么优秀 他又不想把侯爵的情况说出来 谁能给十一幸福 他就站在谁那边 回去的路上他给海星打电话 没有把侯爵的事情告诉十一 十一现在过得挺好的 他真和蓝旗好上了 你们考虑过猴子感受吗 可钱小燕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而侯爵在奶妈的一顿指责教育下 决定重新振作起来 打电话给他上次在深圳见面的张生张总 没想到却联系不上他 于是他决定再去一趟深圳 周全不放心一直在后面跟着他 好不容易来到这个公司 却被告知那个张总已经辞职了 这下麻烦了 那个张总带着他的设计稿跑路了 辛苦的设计就这样没了 他只有打电话联系陈晨 你不靠谱也就算了 还给我介绍这不靠谱的工作 陈晨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决定去一趟深圳替侯爵讨回公道 匆忙赶回来的他看到就侯爵一个人 之前的那个女保镖没在 心情好的他也顾不上替侯爵讨公道了 好不容易那个碍眼的女人不在 说什么也要喝杯酒庆祝一下 本来侯爵的心情也不好 结果两人喝得烂醉 侯爵领着他来到酒店 把他弄到床上后 侯爵还不忘了给他盖好被子 正准备离开却被晨晨一下子拽住 非要侯爵今晚在这里陪着他 侯爵怎么也挣脱不了 只有先用缓冰之计把他稳住 费了好大劲才得以挣脱 可这么晚了他也没地方住 最主要的是他没钱再开一个房间 只有在客厅的沙发上凑合一宿 天亮醒来的晨晨看到睡在沙发上的他 气得他拿起靠垫狠狠地扔在侯爵的身上 把晨晨给气的 这个侯爵也太不解风情了 侯爵才不管他生没生气 醒来后拎着包离开 他对这样的千金大小节一点兴趣没有 从深圳赶回来的他饿得前胸贴后背 看到娃娃正在吃饭 一把夺过他的早餐 再顺时拉下桌子 狼吐虎咽吃起来别人的早餐 把娃娃都惊呆了 海星一看连忙给他端杯水生怕他噎着 现在侯爵唯一挣钱的希望也没了 没想到他屈尊到刷盘子扫地 人家海星还看不上他呢 而在兰奇上班的十一 心里一直思念着侯爵 再加上他天亮上班 在工作巡查时意外发现 兰奇对着手底下的员工大发雷霆 你这个人乐器全部给我扣光 滚蛋 没想到表面上温文尔雅的兰奇 发起火来这么吓人 晚上十一工作时 意外发现一家酒店的书八设计图 他是越看越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 不仅想到侯爵去深圳的前一晚 做的书八设计稿和这个一模一样 可这张设计稿的设计师叫张生 他立马给侯爵打电话 可并没有接通 他想到侯爵的设计稿 肯定被这个叫张生的占用 于是他拿着设计稿连夜找到海星的餐馆 侯爵呢 不知道 找到晨晨能找到侯爵吗 他俩没在一起 海星多想告诉十一真相 但侯爵告诉过他不能说 十一是今天见不到侯爵就不离开 不成想还真让他等着了 十一在工作十一外发现 侯爵的设计稿上竟然写着别人的名字 他拿着设计稿连夜找到海星的餐馆 还真的在这里见到了侯爵 侯爵看到十一也相当惊讶 下一秒两人来到经常谈新的天台上 海星都跟我说了没有合约 晨晨也没联系你 对不起啊 我怕我耽误到你 他只是听了十一妈妈的话做了这个决定 现在十一也知道真相了 但侯爵的话也说得清楚明白 他也就不再抱什么希望了 把方案递给侯爵 侯爵打开一看 你怎么会有我的设计方案 你确定 因为侯爵在他的设计方案里 都暗藏了一个数字 所以他一眼就能确定这就是自己的方案 十一就把这个方案的来龙去脉告诉侯爵 这个方案就是张生卖给刺猬工厂 这下侯爵明白了 怪不得一直找不到这个张生 十一让他用电脑里存档方案的时间作为证据 被告他们侵权的 现在两人好像除了说这些工作上的事 已经无话可说 因为侯爵时刻记着十一妈妈的话 不敢越界一步 回去后看到兰奇在等着他 十一赶紧过去问他怎么会在这里 我不离开酒店 你也不能离开酒店这句规矩 对你来说太严格了是吧 我不想听解释 希望你不要再犯了 他的话让十一的心里很难受 不成想他第二天又给全公司的人弄烧烤 其目的就是想在十一面前展示一下 可不论他怎么讨好 十一就是接受不了他人前背后的两副嘴脸 和他那自以为是的模样 他问十一要不要喝点酒 十一的回答是在执行任务中是不会喝酒的 给我点时间你会喝的 他未免对自己太有自信 输不住无论他怎么努力 十一都不会对他注入一份感情 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和侯爵根本没法比 而侯爵在十一的指点下 找到这个叫做刺猬的工作室 看到这个萧总竟然是他的老同学 他听完侯爵的诉说 还有自己的设计里面 他相信从张生手中买到这个设计稿 设计者就是侯爵 再加上他看了侯爵的设计稿 发现他的方案里暗含着一个阿拉伯数字五十一 他想知道是什么意思 五十一是一个女孩的名字 他还不相信有女孩会叫五十一 侯爵只好拿出电脑让他看了十一的个人资料 他这才相信 同时也邀请侯爵加入他的工作室 接下来要竞标一个酒店的设计 不管怎么样侯爵也算是找到工作了 殊不知海星的麻烦却来了 这天智荣建设的安保人员来海星店里吃饭 老板 这个是智荣建设安保部的人 他让他认识你 把人招待好 这下可把海星吓得不轻 都没赶过去打招呼 但他这种反常的行为 引起了安保人员的怀疑 于是立马回公司找到侯总 调出方案背道那天的录像 看到海星从侯爵的办公室里出来 安保人员说 刚才我去海星饭店吃饭 看到我后他神色大变 按照平常的话他应该过来给我打个招呼 可他这次的行为也太反常了 听了他的讲述 侯总确定盗取方案的人就是海星 而做贼心虚的海星 还在求老天保佑 娃娃看到后还以为他在练娱家呢 楼下有人找你 安保部的人吗 不是 听说不是安保部的人 海星这才松了一口气 下楼看到找他的人竟然是钱小燕 原来是和他聊侯爵和十一的事 他才刚把钱小燕送走 就看到安保部的人又来了 海星 这下想躲也躲不掉了 原来是侯总要请海星过去一趟 这下可把海星吓得不轻 该来的还是来了 可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侯总 却在上车的那一刻撒腿就跑 这一幕被还没走远的钱小燕看到 他赶紧下车 进后备箱 有了他的指示 海星赶紧跳进他车的后备箱 而这两个安保人员 被钱小燕轻轻松松打趴下 他这帅气的动作 在后备箱的海星都看呆了 下一秒两人进了大药房 钱小燕亲自为他包扎伤口 说吧 那你怎么回事啊 与保镖意外发现朋友被人追打 后备箱 海星一听立马按照钱小燕的指示 快速进了后备箱 而身为保镖的钱小燕对付这两个人 简直是小菜一碟 他往回走得帅气身姿 海星整个人都看呆了 下一秒钱小燕亲自为他包扎伤口 那你怎么回事啊 是欠别人钱了还是被地痞收保护费啊 常巧迷你那种不要脸的狠 钱小燕问他为什么不报警 还让他报警呢 海星这会看到警察腿都打住 毕竟做错事的是他 和钱小燕分开后他来到餐馆 却看到侯总正在他的餐馆吃饭 这会他吓的话都不会说了 可侯总并没有提做方案的事 只是夸他饭馆的蛋炒饭好吃 可他越是不说 海星的心里就越甚得慌 直到侯总吃饱喝好 这一幕全被喜欢海星的娃娃看到 他立马给钱小燕打电话 而刚进屋的侯总 狠狠一脚把海星踹倒在床上 则问他为什么偷方案 可侯总实在想不通 这个方案对海星来说一点用处没有 他为何要这么做 那么这背后肯定有人在指使 其实一开始海星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直到前天他正吃饭时 收到一条信息 让他把文件交给一个白发老人 又发给他一个定位 大晚上他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 来和要方案的人接头 当时马勇化妆成一个老大爷 海星并没有注意到他是谁 直到给他方案后他才感觉到不对劲 你是不是 马勇也是做贼心虚撒开土就跑 可海星毕竟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很快就追上了他 一下子扯掉他的假胡虚 哎呀还真是您啊 就是你大爷我怎么了 那个时候海星才知道 马勇对志荣集团有二心 但他因为钱小燕的事 心里恨侯总 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侯爵 可事情还是败露了 事到如今他也没什么好说的 而接到电话的钱小燕 生怕海星会出事 他以最快的速度赶来 在门外却听到这样的话 文件就是我偷的 我全认 警察抓我我也认 我罪不可赦 但你更罪不可赦 因为你偷这儿你偷心 说的是权 不然呢 海星之所以偷方案 竟然是因为替他出口气 可侯总不明白 他和钱小燕的事和海星有什么关系 我正追他呢 被你抢走 即便这样我也认了 因为你能给钱小燕的 我根本给不了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 你不但没让他幸福 反而让他心里更难受 说完就要向侯总动手 钱小燕一下子冲进房间 指责海星不应该这么做 不管是为了谁 侯总看到钱小燕也很激动 姐姐 我不认识你 就这一句我不认识你 侯总的心凉了 只能说声对不起 然后面向海星 也不再追究海星偷方案的事了 但海星良心上还是过不去 觉得对不起侯爵 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不知情的侯爵还在刺猬工作室 想着怎么样才能拿下这次招标 只不工作的他还不知道 蓝琪正在对时宜展开猛烈的攻势 为了让十一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 他让十一的父母搬进了他的别墅 理由是为了撮合他们离婚的老两口 其实就是想让十一的父母知道 他不但拥有一个豪华酒店 还有一个海景大别墅 妈妈现在是看蓝琪越看越满意 一直在十一的面前夸蓝琪多么多么好 可十一却说感情的是不能勉强 我们两个没可能 妈妈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他 你跟蓝琪以后是光明大道 我们就算是绑 也得给你绑到这条带上去 你明白吗 可见蓝琪在十一的父母身上 没少下功夫 以至于他看这个未来女婿越看越满意 回去的路上 十一明确告诉蓝琪让他平止这一切 可蓝琪觉得 世上没有什么好事情会顺其自然的发生 机会就在眼前 如果我不争取那就是别人的 十一最看不上的就是他这点 侯爵就没有他的心思那么重 确实侯爵自从进了刺猬工作室 一心就只想着做设计 却突然收到马勇的短信 一直找他麻烦的那个流铁号 马上就要出狱了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对不起啊 之前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是我护他干的 听完这些他立马给老爸打了的电话 才得知最近公司发生所有的事 都是马勇干的 接着又给十一发了的信息 害我爸的恩是马勇 十一突然收到侯爵的信息 害我爸的恩是马勇 他跑了 这让他想到上次做的分析 嫌疑人就是马勇和甜蜜 他立马给侯爵打电话 听到他要回公司看侯总 十一终究还是不放心 而侯总到现在还没有从里面走出来 多年的好兄弟竟然背叛了他 他是想破脑袋 也想不出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一定要找到马勇 要知道这里面的原因 这时着急赶过来的十一告诉他们 甜蜜因为支教 遭遇你失留不幸遇难 坐在南山公墓 我想马勇现在应该在那儿 侯总更是惊讶 这和甜蜜有什么关系 他们是恋人关系 一直没有公开 这下侯总的心里更疑惑了 决定立刻去找马勇 果然如十一所说 马勇真的在这里 他想和甜蜜做最后的道别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不信侯 因为我在你眼里永远是那个 那个有外星的外男 本来马勇是对他和公司忠心耿耿的 自从上次他在公司被劫持后 他就告诫侯爵让他来自家公司上班 可侯爵不同意 把侯总气得不行 我有时候真的想把公司交给马勇 但是他是外人 外人会有外星的 我们不得不防 当时就是因为这句话 让马勇对他有了二心 于是和甜蜜二人联手 挪用了公司两千万的资金 甜蜜也劝过他叫他放手 可当时他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根本听不进去 没办法甜蜜只有离职 为弥补自己所犯下的错 他去偏远的山区之教 却在去上课的路上遭遇泥石流 也正因为甜蜜的离开 才唤醒了他的良知 觉得做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跪在甜蜜的墓前 狠狠地扇自己两耳光 晚上他就找了一家网吧 把之前盗走的两千万 又偷偷地还了回来 当财务把这件事告诉侯总时 侯总也很纳闷 转走的两千万突然又被转回来 这到底是几个意思 于是他立马报警 并且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马勇 恭喜你 那人一定是良心发现了吧 很快警察带着查到的证据找到侯总 马勇看到后 觉得事事后该离开了 警察把证据拿给侯总 侯总仔细地看了又看 这不就是他的副总马勇吗 他怒气匆匆来到马勇的办公室 却发现他已经离开了 打电话也被马勇挂掉 把我电话 现在他就是想和甜蜜来做个道别 好离开这个令他伤心的地方 可还是被侯总发现了 马勇也把这些年来他的心里话 通通都说出来 也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 可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之前一直和侯爵作对的刘铁浩 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想着怎么报复 他在餐馆吃饭时 刚好看到侯爵在接受采访 必须要要过的事 真的好 于是就召集他的两个兄弟 设计了一个书店 这小子 在什么南湾度假酒店呢 明天就是酒店的开业点里 这小子必定在 他们准备就在那天动手 而从父亲那离开的侯爵 来到海星这里告诉他 马勇被抓了 这块偷竞票方案都是他干的 身边这个最信任的人给背叛 这比身边多一百个敌人还难受 听了这些话的海星像丢了活似的 但还是没有勇气告诉侯爵真相 一个人躲在洗手间里痛苦难受 狠狠地扇自己嘴巴 这背叛朋友的滋味真是不好受 真想弄包后悔要吃了 很快到了兰奇的南湾酒店开业 兰奇在没告诉十一的情况下 又邀请了他的父母 十一也很吃惊 都说了不要让他再这么做 看来他一点也没听到新闻 迎接完十一的父母 十一和兰奇去迎接下一位客人 我跟你说 我今儿要给你介绍一个重要的人 是书八的真正设计师 猴爵的突然出现 让兰奇和十一都没有想到 两人一见面 说话的语气都带着火药味 原来书八是出自你一手啊 对啊 我也没想到最后老你这来了 可能是东西在我这儿 能呈现他本来最完美的状态 猴爵突然出现在兰奇的酒店开业典礼上 让十一和兰奇都没有想到 情敌一见面就开火了 书八是出自你一手啊 对啊 我也没想到最后老你这来了 可能是东西在我这儿 能呈现他本来最完美的状态 完美不完美不知道 但是我还是最懂他的 两人这话里有话 旁边的人都给听糊涂了 开业典礼正式开始了 刘铁浩他们已经盯上了猴爵 带着猴爵没 我没看见那女的 但这里人实在太多了 他们正发愁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突然听到背后有人说话 猴大公子啊 原来是晨晨给他打电话 非要和他见上一面 刚开始猴爵不同意 他说已经找到张生 盗用他设计稿的证据 并告诉猴爵他的房间号 让猴爵赶快过来 刘铁浩他们三个人 也顺势记住了这个房间号 这么好的机会 他们可不会放过 殊不知十一在手机上 看得一清二楚 非常担心猴爵 他立马给周全打电话 告诉他刘铁浩已经出现在酒店里 并把照片发给他 刘铁浩他们三个 好不容易来到猴爵的房间前 看到他门前有这么一个 人高马大的宝宝 吓得他们赶紧溜走 也不敢动手啊 周全又打电话给十一 那三个人已经离开了 十一这才放心 可他的这一切行为 全被兰棋看在眼里 极度油然而生 于是酒会结束后 他找到十一 这下他再也不掖着藏着了 因为如果他再这样下去 十一肯定会离他越来越远 于是他拿出大钻戒 向十一求婚 这让十一感到很吃惊 着急的他连表白的程序都少了 十一当然不会答应他的求婚 因为他对爸妈做的这些 十一没有一丝感动 反而觉得这是负担 最后兰棋把戒指扔向大海 就当这些事情没有发生过 他是过了就不再后悔 以后决定和十一做个普通的朋友 既然和兰棋已经把话说清楚了 十一把这件事告诉父母 妈妈一看就知道他是因为侯爵 女儿的心里想什么他最清楚不过了 也决定不再阻拦十一 女儿已经长大了 他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什么事还是顺其自然吧 再说侯爵正在阐述这次招标设计 没想到老爸也参加了这次竞标 而且还败给了侯爵 老爸看到后遗气之下心脏病复发 得知消息的侯爵和周全 着急忙慌地赶来 医生告诉他 你父亲已经生病有一段时间了 五年前他就在这里治疗过 这让侯爵一下子体会到父亲的不容易 周全很快给十一打去电话 把侯总生病的事告诉他 还说侯爵的状态很不好 怎么了 侯志农出院了 钱小燕听到后心里一紧 但他又不能光明正大的去探望 开我出去吧 等十一赶到侯总刚好醒来 看到十一也在他可放心了 侯总 谢谢你那一次在公司救了我 也救了侯爵 侯爵都听疑惑了 十一什么时候救过老爸 他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其实那天老爸被人劫持 他慌慌张张地打断 被十一一下子推开 他根本就没看清是谁推的他 现在想起来 才知道上次在公司救老爸的人是十一 这让侯爵更加觉得 他和十一还真是有缘 老爸突然病倒 以后公司的重担就落在了侯爵的肩上 他一定要守护好这个产业 以后还得留给他儿子呢 想得还挺远 想得必须得远 以后我把你都放在有个计划里了 他不着调的性格又上了 说得十一怪不好意思 只能赶快离开这里 经过这次的事件后 老爸也看开了心情也好了 侯一他和十一在一起了 老爸出院后 侯爵觉得马勇被抓 刘铁号也跑了 决定不再用保镖了 于是和赵总签了解约合同 但他还是忍不住打听 十一现在接单了吗 马上就有一个大胆 砸到他身上了 侯爵和赵总解约不再需要保镖 十一现在怎么样 接线单单了吗 是啊 马上就有一个大胆 砸到他身上了 侯爵还是忘不了十一 十一在赵总的安排下 正准备签单 因为只要签下这单 他父亲的债务就会还清 却猛然间看到侯爵的解约合同 他依然放弃了 为父亲还债的机会 告诉赵总最近有点累了想休假 这个单 不展示不解 十一的一反常态 让赵总感觉到 他肯定放不下侯爵 我尊重你的意见 离开公司的十一租了一间房 位置就在侯爵楼层的对面 因为他知道流帖号不会善罢甘休 而侯爵又签了解约合同 身边没有个人保护不行的 只有时时刻刻看到侯爵 他才会放心 刚好想念他的侯爵给他打电话 我已经和周全解约了 现在咱们已经没有雇佣关系了 是不是可以见面了 可十一却说最近接了一个大单 谁啊 男的 男的 十一告诉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老板 而且还要陪他出国去开会 侯爵却说你们孤男寡女一起出国太危险了 他就是怕十一和别的男人相处久了 而把他忘得一干二净 气得他逮着个抱枕使劲的摔 殊不知这一切全被十一看在眼里 而侯爵也决定强大自己 想要克服他怕水的毛病 因为自从妈妈落水遇难后 他就对水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根本克服不了 现在他想尝试着克服 可他试了好多次也没能成功 十一就这样在背后一直默默地看着他 回去后他给侯爵打电话想着鼓励他 问他今天干什么去了 想去学游泳但是还是不敢 你拜我为师我教你啊 侯爵一听可高兴了 那你得先准备一套漂亮的泳衣 两人正谈得开心呢 教堂的钟声响了 诶 诶你听听见吗 诶 十一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赶紧挂掉电话 差点被这小子给发现 但他侯爵也不是个傻子 神神秘秘搞什么呢 第二天钟声一响他立马给十一打电话 他想确定十一是不是和他离得很近 十一怎么会被他这个小伎俩给骗住 透过窗户看到他在阳台上 果断挂掉电话 为什么不接电话 在工作不方便钱 侯爵眼看这招不行 只好给他公司的赵总打电话 问他十一最近在做什么 他应该在休假 不过我觉得 他其实是在你身边 他只能保护你 什么我身边 你什么意思啊 十一担心 有点好不会消停 侯爵像是想到了什么 赶紧回屋拿出他八百倍的望远镜 围着他身边的楼层看了个遍 最后干脆拿到阳台的窗户旁 看了一圈最后锁定这个窗户 果然对面住着他日四夜响的十一 此刻他激动的向着孩子 赶紧给十一打电话 你干嘛偷亏我啊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我有线人呗 十一想到肯定是赵总告诉他的 侯爵想立马见到十一 但十一不同意 怕这样他的身份会暴露 如果那样的话 他这么做就没有意义了 媳妇的话还是要听的 没办法侯爵只能忍着 可他晚上吃饭也不香了 明知道十一就在身边 却不能相见 每天却只能隔着窗户表达 为了哄十一开心 他干脆在阳台上跳起肉 把十一乐的饭都吃不下去 即便这样也不能阻止 他表达对十一的爱 为了让十一知道他的心意 他干脆用便利贴在窗户上 贴了一个五十一的标志 可看到后的十一却说 102吗 不会120吧 法乐 你还真别说 两人这样隔着窗户说话 还挺幸福的 十一都为他做了这么多 他也想为十一做些什么 于是他找了律师 把十一爸爸欠下的债 全都转到了自己的名下 他要替十一减轻负担 两人的心里都在为彼此着想 现在最难过的就说海星了 整天把自己喝得烂醉 娃娃是拦也拦不住 只好给侯爵打电话 让他来管管海星 因为他喝多后 嘴里念的全是侯爵的名字 侯爵也想不到 他为何天天这样 因为海星偷方案的事 他还不知道 不放心他出来的十一 一直在外面守着 果然看到流铁号 骑着一辆摩托车出现 拿钱的时候想什么了海星 我特别接受 表示我的兄弟来害我 你良心哪儿去了 被狗吃了吧 昨天侯爵来看喝多的海星 不知道海星因为偷方案的事 一直对他心存愧疚 他刚把喝多的海星扛上二楼 就接到十一的电话 在海星饭店门口 发现了流铁号 让他出来开车 直接去公司的地库 因为外来车辆 不准进入这样比较安全 出来的侯爵 按照十一的指示开车离开 果然想要追过去的流铁号 试了好几次最后选择离开 十一这才放心 问侯爵现在到公司了吗 你在哪儿 我在哪儿 果然只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做什么都是开心的 没想到第二天侯爵又接到娃娃的电话 海星要把他的餐馆给卖了 他最近犯什么毛病 他是不是惹什么事了 娃娃告诉他前段时间他还挺好 后来你们公司就来了两个黑衣人找他 甚至连你爸爸也来了 听完娃娃的这些话 他立刻找到正在做瑜伽的老爸 请别发是海星投的 老爸却说事情已经过去了 无论方案是谁拿的 现在追究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 海星是你的好朋友 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提了 可侯爵过不去心里的看 接受不了好兄弟的背后插刀 他气冲冲找到海星 海星见到他后也没那么心虚了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早知道这事早晚得报 前段时间我喜欢上了钱钱 但人家看不上我 跟了一个有钱的给他别墅的男人 我也就认了 没想到这个男人又把他给抛弃 这件事我必须得管替他出口气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搞他你搞我干什么 事到如今 海星还是不能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只能说自己冲着那五十万来的 只有自己有钱了才能给钱小燕幸福 我特别及时表示我的兄弟来害我 其实海星根本没想求到侯爵的原谅 因为他出卖好兄弟的这件事 也不应该被原谅 只想着被侯爵痛痛快快地打一顿 那样他的心里才会好受很多 果然如他所愿 侯爵气得狠狠地揍了他一顿 在楼下的十一本想着上去 但他又停止了 两人的矛盾总归是要解决的 被打的海星心里也舒服了 可侯爵的心里还是很生气 把这件事告诉十一 可十一觉得这件事还是说不通 海星不是这样的人 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还收留你 我也觉得他不像这样的人 但是他现在就这么做了 他已经做了 你爸知道这个事吗 侯爵告诉他老爸早知道这个事了 我觉得钱钱喜欢的那个人 会不会是你爸 你别闹了我跟你说正事呢 十一根本没和他开玩笑 因为之前钱小燕就告诉过他 他喜欢的那个男人比他大好多 而且还有一个儿子 要哥之前他肯定会告诉我 那个男人是谁 这次他却隐瞒得很好 钱钱跟我爸 没什么不可能 那医院送周的是钱钱 侯总心脏病发做住院时 钱小燕来给他送周 却在走廊里看到十一 他怕被十一发现 只有让护士帮忙送过去 你就说是老头熬的周就好了 侯总老头给你送周来了 哪个老头 什么老头 你管谁呢 是我一朋友行不行 当时他们几个正在打牌 侯爵他们也没有多想 还以为是他爸爸的老朋友呢 过后爸爸又给他发信息表示感谢 侯爵又若无其事地走过去 谁家老头急死我了 你管哪你爸有隐私好不好 他越是想知道老爸越不让他靠近 出院后钱小燕又找到他 在他的心里一直忘不掉侯总 想要和侯总重新开始 可侯总不同意 你和海星不是挺好的吗 人又年轻对你还掏心掏肺的 我已经明确地回绝他了 我们两个不可能 我们俩也是 侯总觉得自己公司已经破产 不但没钱而且还一身的病 实在是不想拖累他 即便他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侯总还是拒绝了他 其实侯总不是不爱 而是不敢爱 可回去后的两个人 都还彼此思念着对方 侯总忍不住大半夜 来到两人曾经游玩的地方 没想到钱小燕也出现在这里 看到侯总他心里可高兴了 这证明侯总的心里一直有他 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向侯总跑去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但还是不敢公开关系 不过还是被侯爵和十一发现了 侯爵是怎么也想不到 他怎么会和我爸好上的 这事有成了 你叫钱倩什么 钱倩叫我什么 你叫我爸什么 老爸谈了一个比自己还小的女孩 最气人的是 她还是女友的闺蜜 钱倩跟我爸 这事有成了 你叫钱倩什么 你叫我爸什么 侯爵一时间不想面对老爸 和十一来到他居住的小房子里 老爸都找到女朋友了 那他也必须加把劲 再次向十一表达爱意 非要十一从今往后一直陪着他 十一也默认了 不再隐藏自己的感情 他正准备回家 把这件事告诉他的父母 却接到张律师的电话 侯爵已经将你爸爸的债务 转到了他自己的名下 要爸爸过去签字确认 其实老爸也不知道这件事 但他知道这件事后也没有反对 侯爵不是喜欢十一吗 他愿意帮我这也是好事啊 可妈妈却坚决反对 你把我们女儿当成什么了 英男你说的对 不就是86万吗 十一啊 债务的事 你也别着急 没事 我会慢慢还的 但妈妈也不想让十一再替爸爸还债 于是他就打了个借条 同意帮老爸还86万的债务 但让他五年内必须还清 十一看到后心里可开心了 这证明爸爸妈妈离婚多年 总算是和好了 一家三口又幸福团圆了 这功劳全都得归功于侯爵 回去后他特意感谢侯爵 并告诉他妈妈已经替爸爸还了这笔债 不过我还是得感谢你 她的事 对了对了 管我管我 谢谢你 今天十一的心情特别好 不但喜欢的侯爵一直想着自己 最主要的是离婚多年的父母终于和好了 忍不住想喝杯酒庆祝一下 于是侯爵就带他来到酒吧 还提前和老板商量好 让十一上台唱歌 别闹了 我和五音不全唱歌 我没闹 长得好看的 五音都不全 还是侯爵会说话 硬是把十一给推上台 台下的人全都欢呼鼓掌 十一想不唱都难 过去的你过去 不要太在意 可他这跑调也太厉害了 台下的人纷纷让他别唱了 只有侯爵给他加油鼓掌 这也给了他信心 三十年来他一直不敢上台唱歌 是侯爵让他圆了这个梦 晚上侯爵觉得所有的事 也慢慢不如正乎 是时候该把妈妈 留给他的玉佩赎回来了 可老板却告诉他 那个玉佩不在这 我当时说好了 压你这我肯定来赎 怎么说呢 当时侯爵离家时身无分文 为了筹备创业资金 在海星饭店厨师的引导下 把妈妈留给他的玉佩 以十万块的价格 暂时押给了这家店的老板 当时说好了 等他有钱了就赎回来 可他现在有钱来赎了 老板却告诉他玉佩不在这 那他可不得急眼了 老板告诉他 玉佩在你的朋友那 那四万块钱也是他的 这一下侯爵知道了 玉佩在海星那儿 可他还没来得及去去 就接到救援的电话 着急忙慌赶到的他 发现海星的车也在 而且队友们全都换了新装备 小二十万装备 谁送的 钱小燕 原来这是海星 以前小燕的名义捐的 救援任务结束后 海星的车突然打不着火 侯爵看到后也不作声 打开自己的后备箱 他不计前嫌 帮海星拖车 十一看到后也很欣慰 两人虽然什么话都没说 彼此的心里都明白 他们还是好兄弟 到地方后 海星邀请侯爵上去喝杯水 被侯爵拒绝了 十一一看立马给侯爵发信息 好久没有吃海星长饭了 帮我打包饮饭 十一也是希望 他们两个好兄弟能和好如初 欢迎光临 这个玉佩在你是吧 都给你放好了 一会儿我给你拿 那你拿给我 我把钱打给你 滚蛋 兄弟俩也冰释前嫌 又回到了以前 侯爵特意发几张 两人的合影给十一 告诉他两人已经和好了 老爸也和钱小燕走到了一起 所有的事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但没有得逞的刘铁浩 一直在蠢蠢欲动 偷偷来到地下车库 把侯爵的车胎给放弃 不知情的他第二天 开着车去上班 没走多远就发现不对劲 什么情况 轮胎吹气了 车里报警了 我打车去 帮我叫个警察救援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就是刘铁浩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我就知道你愿意 在这之前 侯爵开车去上班的路上 没走多远发现不对劲 原来是轮胎漏气 于是就要打辆车去上班 你等会儿我跟你一起走 来不及了 快到时间了 就因为他这次没听十一的话 险些酿成大错 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辆车的司机就是刘铁浩 刘铁浩知道十一就跟在他后面 为了能甩掉十一 他在隧道里左右变道 由于前方有辆大货车 十一不得不减速 怎么开车了 不要命了 没乱面当 他也因此甩掉十一 出了隧道后 师父你开错路了吧 这开哪去了 这就是我要走的方法 侯爵这才发现 司机是一直找他麻烦的刘铁浩 侯爵让他赶快停车 他却要带侯爵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就这样车在行驶中 两人争夺起来方向盘 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发生了 车在原地打转后 下了高速公路 找不到刘铁浩的十一 赶紧打电话给赵总 喂赵总 我这边有情况 赶快报警 分送我的信号 转眼刘铁浩把车开到了江边 他下车后 打开后车门 发现侯爵还在昏迷 于是掏出侯爵的手机 对着他录了个小视频 为了钱他也真实拼命 然后打电话给侯爵的老爸 小兔崽子 怎么想起来给老爸打电话 你才小兔崽子呢 怎么跟爷爷说话呢 刘铁浩让他赶紧看看视频 侯总这一看不打紧 吓得他答应刘铁浩的所有要求 刘铁浩张口就要一百万 否则别想再见到你的儿子 老爸吓得菜有料 而打完电话的刘铁浩一转头 发现车跑了他慌忙上去阻拦 哎 哎 有人吗 哎 其实他的目的只图才不害命 这时十一刚好赶到 眼看着车辆掉入海中 侯爵 他想都没想重申一跃去就侯爵 这时车里的侯爵已经醒来 可车门紧锁他怎么也打不开 过来后的十一给他指示 他这才拿后座上的靠枕 将车玻璃击碎 两人才因此得救 刘铁浩也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 几个月后 对钱小燕死心的海星 才慢慢发现娃娃的好 那他还瞎折腾什么呢 决定从今以后和娃娃好好的过日子 而十一也从安全随位升级成了教练 叫新来的实习生演习送机密文件 实战场地就是智荣建设 实习生去演习送文件 他在车上随时监控 没想到信号突然中断 他只有亲自下车去智荣建设查看 可公司里竟然空无一人 正当他那么二十 灯突然全亮了 墙上还写着祝十一生日快乐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侯爵领着一大帮子人唱着生日歌出现 而且他的爸爸妈妈也在 原来这是侯爵和赵总合伙利用演习 想要给十一一个惊喜 而侯爵也利用十一过生日的这个机会 先是把妈妈留给他的玉佩送给十一 然后又单膝下跪向十一球 我愿意 我就知道你愿意 我就知道你愿意 一路走来两人经历了那么多 都觉得对方才是适合自己的那个人 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 好了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愿屏幕前的你们也能幸福美满 有情人终成眷属